好大的口气 这是江南王的正派夫人 平时江南王闭关 都是大夫人处理王府 一应是我 是个狠角色 不是狠角色 也不会扛着火箭炮出来 大夫人 大夫人救我 我为什么要救你 大姐 我 我是江南王府的人 闭嘴 今日之祸 都是你招惹的 为了一个金家 让王府被人打上门 都不够丢人的 大夫人 我错了 请救我一命 不过 这里毕竟是江南王府 你这小伙子在这里拉人 就是不给王爷面子 我也就只能让你亡在这里 偷了 什么 大夫人 我是王爷的女人 你不能连我一起哄啊 女妃 哄 不要 我是王王府人 这 薛元老师不会 小风 什么 窗丸就想走 谁给你的勇气 这怎么可能 肉身扛火箭弹 就算宗师也不行 快 给我轰 不要停 我不信轰不灭他 想得美 这小子 竟然这么厉害 大宗师 出来 好强的气场 哎呦 了不得 了不得 王府真正的志强人物出现了 这人怎么浑身包在铁皮里 那可不是普通的铁皮 那是地底岩浆包护而成的无双战甲 据说 这位王府大宗师很早就入了宗师境 为了突破自己以肉身跳入地底岩浆之中 最后完成突破而出 身上至此也沾上了一层铁皮 经过多年锻造形成了如今的铁甲 王毅无双战力无双 厉害是厉害 就是觉得脑袋有些不正常 竟然跳岩浆 就是就是 接下来如果轩原老师能够击败这位大宗师 就能见到江南王呢 不过能一路打到这里 已经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江南王府屹立千年 还无人敢如此做过 你敢不敢和我一战 没必要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你害怕了 但是现在已经晚了 是为你没有资格和我一战 我对你只是单方面的童铁 什么 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给我把他的最丝烂 我江南王府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徒 大宗人报奔地 慢着 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大宗师 你怎么样 毫发无伤 他根本破不掉我的铁甲防御 你还真是个蠢货 我都说了 破不开我的防御 什么 是怎么可能 我说过 我对你只是单方面的徒女 行啊 不愧是我老师 哎呦 玄人名 神人啊 那是自然 这位大宗师 竟然就这么败了 王爷 王爷 你赶紧出来啊 怎么了 咋了咋了 这时候闹地震了吗 并不是地震 是江南王出关了 这是 王爷这是修为大成的征兆啊 无奈第十二代江南王 何人喧哗 王爷 我刮了此贼 我要把他的肉喂狗 不然无法解我净土之恨 不认不放 本王修为突破 已经无敌于世间 小姑娘 你笑什么 你说的话太好笑了 无敌于世间 这句话让我有些忍不住 觉得好笑 那是因为我太不知了 我强的压力 这是什么修为 爸 这江南王什么修为 给我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我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 感受过这种气势 不知道 恐怕是突破到未知的领域了吧 现在还笑得出来吗 本王的修为 你们根本无法想象 不就是突破个炼气期 有什么好装的 你 你竟然知道炼气期 小子 难道你出自某个隐世宗门 这小子敢闹王府 难道是有什么来历 你想多了 只是你这样的底层修士 太长见了 底层修士 本王辛辛苦苦几十年 以天纵之资突破盗炼气期 你竟然说我是底层修士 不然呢 不是底层修士是什么 说你是高手 你配吗 王爷 这种狂徒 你恐怕这辈子也没见过吧 还留着他干嘛 这种人 就是要把他打残 打废 让他后悔万分 听好了 本王不配 我倒要看看 哪里不配 本王不配 我倒要看看 哪里不配 好家伙 好戏开场了 哎呦 两个超绝高手 终于要开打了 这注定是一场 史诗级的对决 看到这等人物的战斗 我白镜山不枉此生啊 啥玩意儿 爸 这就是你说的 史诗级对决 嗯 这怎么看 也像是大人在打小孩啊 这不是真的 本王怎么会被打飞呢 王爷 你是不是没用全力啊 王爷 到了现在 你可不能收着啊 放心 不会了 小畜生 我要收死了你 什么 我可是突破了炼击击击啊 南田 给我报 快点 大王回去吃饭了 我别 平手 平手 两根手指 足短 怎么 怎么会这样 老老王的世界观 这道铁门是太和精打造 关上后 无人可进入 那小子无论如何也进不来 暂时安全了 多少年了 没动用过郑国总器了 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虽然这里很安全 那小子进不来 但有郑国总器在手 把王爷有信心出去 炸了他 轩辕先生 神人啊 打得江南王暴徒数窜 龟宿不出了 轩辕老师 这个铁门是和精打造 恐怕打不开 你们让快点 陈游我 现在 还有藏的地方吗 小子 我有郑国总器在手 终不得你放肆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就此离去 本王可以既往不咎 就此离去 你们灭何家的事情怎么算 你们抓何清梅又怎么算 一个小小的好族而已 灭了就灭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还有这个女人 也就是体制有些特殊 让本王有些兴趣 如果你愿意让给我 本王可以送给你一个好族 不知本王可以拿更漂亮的女人 跟你换 好 说凭你这句话 怎么 心动了是吧 你只要失去 本王可以给你很多你想要的 你今日必亡 什么 真以为本王任你拿捏 你竟然如此师父不惑 别怪我把你枕在界下 正国走气 虽然牢记 倒是可以用 这把之前从拍卖会得来的剑 今天正好吸收这把所谓的正国走气 上次剑正是恢复以前的光彩 小子 你竟然也拿出一把剑 还是一把破剑 是来搞笑的吗 别废话了 不说过了 早点结束 回家吃饭 既然如此 老夫斩了你 看看老夫能不能劈碎你的破剑 让你这辈子吃不上四餐一汤 什么 怎么可能 我的下巴又保不住了 哎呦哎 这是科幻片吧 不对 是学幻片 不用紧压 这是轩辕哥哥的正常操作 你 到底为什么用手就剑住了 谁说我要和你对剑 你配让我出剑吗 什么 我的正国赌气 快点 再开快点 战神大人 去江南王府做什么 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着急过 今天 有人攻打江南王府 什么 什么人这么大的 这不是找面吗 不自量力 战神大人 你这是去给江南王站台吗 不过我觉得 以江南王的实力不用担心 谁去谁往 我给江南王站什么台 我是去灭了 一个小小的江南王 敢惹轩辕先生 反了他 还是太慢了 你先自己去 先回去吧 还在手好好的 回去便炒红车了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能灭我 我之前已经给战神白起打了电话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你灭了我 白起不会放过你 哦 战神白起的名号 想必你也听说过 手握十万江南禁军 一身修尾比本王只强不弱 战无不胜的长胜将军 劝你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 白起来了 你就走不了了 还好 不算来得太晚 白起 你终于来了 快救我 完了 真是战神大人 万万没想到 江南王 请来了战神大人 恐怕又是一场恶战 小子 你很狂 但你是战神的对手吗 白起 给我斩了此子 我必有重见 白起 拜见先生 小子 你很狂 但你是战神的对手吗 白起 给我斩了此子 我必有重见 白起 拜见先生 大力 什么 战神大人 他跪了 白起 为什么 你为什么给这小子跪了 闭嘴 玄元先生 乃绝世高人 你真是吃了 雄心豹子胆 也敢惹先生 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 无名小辈 就算实力很强 就怎么能和你我相比 玄元先生 这江南王 你看怎么处置 人废了 整个江南王府 并入何家 遵命 以后何家 取代江南王 成为新一代王族 未典七大王族之一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何家成王族了 何家虽然遭受了一切磨难 但却近身了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王族啊 三十青重剑 新了后人气 重剑 开封 好强的机器 这把剑的比剑 绝对超过了所谓的阵活阻击 无愧是玄元先生 随手为之 就是惊天动地 这种手法 闻所未闻 何清美 这把剑就送给你 当作你们何家的阵族之气 你们何家晋升王族 也算是名正名顺 好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男人 让我爱而不得的男人 老婆 你别急坏了身体 白琪 你这个废物 儿子都忘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没有给我带来仇人的身体 老婆 那人不好惹 够了 以后别叫我老婆 白琪 你别忘了 你有今日的成就 是谁帮了你 我明白 我很感激江家 很感激你 哼 白琪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滚出这里 什么时候报了仇 什么时候回来 好的 你放心 我会的 你坏我了 你这个废物 我怎么就架了你这个窝囊废 门葫芦 无能 废物 哼 亲爱的想清楚了吗 什么时候去我 亲爱的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等我搞定了那黄领婆 财山转移 和她离婚后 就娶你 那你可不能让我等得太长时间啊 别光说我 你和你老公怎么样了 哼 那个傻子 别提了 等着净身出户吧 真好 以后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那是什么 我没有救人 我放命了 不要啊 不要啊 不好了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长山湖发生一类灾害 目测伤亡达到数十人 快 紧急调动复兴的守夜人 高手前来处理 这个震动 长山湖又怎么了 这是什么 魔中出现的一座宫殿 爷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在这里都淡出鸟来了 我能感觉到这天地在变化 恐怕接下来不太平了 那好啊 最好冬天路再次开启 我们就有了成仙的机会了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恐怕一个大事要来临 所有的一切 都要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了结 薛元明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天塌下来也和我们无关 能不能以后不要什么事都来找我 长山湖 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北江市外 不远的一个湖泊 那里 突然冒出了很多妖兽 妖兽 妖兽好啊 过去给叶猪一些回来 不但有妖兽 而且还从湖中 冒出了一座巨大古老的殿雨 你说 这是什么神奇 古老的殿雨 有照片吗 有 你看看 这是 怎么可能 你认识这座宫殿 血泥妖宫 不错 没想到这帮丑陋的家伙 要现世了 爷 你遇到没错 确实要不太平了 什么 什么妖宫 什么意思 玄云先生 玄云先生 出事了 出大事了 黄芬先生 长山湖湖 湖面上 出现诡异电雨 现场不少人被摇手生吞 这是我已经了解过的 直接说重点 守夜人派人前去调查 但都是有去无回 我想请先生出手 我会去的 不过不是现在 那什么时候 三日后 血泥妖宫的出现 需要三日 管固正方 管固后的血泥妖宫 不再会轻易力道 为了避免让他们跑 三日后 我们在前去 最为温暖 好 那我就派人 封锁长山湖区域 等先生出马 出手吧 小姑娘 我已经不问世事已久 我不接受你的挑战 我知道你的妻儿 也住在附近 你 把我的妻儿做妖心 你一个姑娘 竟然如此卑鄙 出手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既然如此 别怪我逞强无情 什么 救助你 放过我 妻儿 鲜美 修为得到了暴涨 出人应该会满意的吧 斩草除根 这人的妻儿 我去解决吧 我没吩咐的事情 不要去做 明白吗 明白 下不为例 是 听说长山湖 有神秘电雨现世 我们去看看 没吩咐的事情 不要去做 明白吗 明白 下不为例 是 听说长山湖 有神秘电雨现世 我们去看看 我五毒教古籍记载的没错 雪梨妖宫果然现世了 小们 雪梨妖宫是我五毒教的祖庭 你们肯定宝贝众多 绝对不能让其他凶事占到便宜 不错 谁敢和我们抢雪梨妖宫 直接灭了他 我五毒教不是吃素的 这一次五毒教清朝而出 雪梨妖宫志在必得 里面的宝贝先不说 重要的是可能还有老祖在里面 什么 什么 掌门 雪梨妖宫封锁了几千年 里面真的还有活着的老祖吗 编辑记载的确实有 这事虽然有些匪夷所思 但谁又能说得准呢 不管如何 雪梨妖宫不容其他人插手 为这一律灭掉 听守恋人说 这段时间不少舞者 都前往一趟究竟 现在长山湖周围热闹非凡 都说里面有修仙者留下来的宝贝 一个个都望眼欲穿 等着电雨开启 时间差不多了 出发吧 嗯 雪人先生 自从这雪梨妖宫出世 无数修士闻风而来 而且还有不少邪教的修士 比如那五毒教就放出狂言 谁敢染指雪梨妖宫就灭谁 很多修士都亡在他们的手里 开启了 等三天终于你送进来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宝贝 看来我司徒月来的正是时候 这是司徒月 成名很早 早就退隐江湖 一身横练 当时已无对手 没想到这次雪梨妖宫出世 把他也吸引来了 王老 司徒月来此 恐怕没那么简单 根据情报 这司徒月最近和五道协会有接触 如果此人替五道协会而来 有些麻烦了 走 进去了 快点 继续玩了 老公就被人抢走了 玄元先生 我们什么时候进去 不急 黄帆 你也在 看到老朋友 怎么也不打声招呼 司徒月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有什么可打招呼的 那可不一定 我现在已经正式加入五道协会 现在咱俩是一条船上的了 五道协会 可不是和我守夜人在一条船上 我守夜人为国为民 无任何私心 五道协会就不一定了 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是想不开 你既然不为自己着想 那我司徒月确实没有什么和你说的 告辞 玄元先生 这次进入血泥妖宫的五道协会成员 应该不会少 我再多着急一些守夜人前来吧 不用 我不喜欢太多人跟着我 好吧 那就我跟着玄元先生 一起进去 爷 我回来了 准备的怎么样了 按照你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这一次他跑不掉 进去吧 让我开船送先生过去 不用了 这 宣元先生还真是生吗 何止是生吗 司徒月育空用的是真气 刚才宣元先生这一跳 我根本未感觉到任何真气波动 这说明宣元先生纯粹的力道标射而出 瘦身修炼到这种程度啊 神人哪 袁小姐 我们也该进去了 那个人影视 宣元明 他竟然也来了 袁小姐 正好这次一并把这小子抓了 送给主人 主人可是很喜欢他这具肉体 我说了 我没吩咐的事情不要做 你是不是耳朵聋了 再有下次 我定了你 是 是 宣元明 之前你看不起我 现在的我 会让你高攀不起 大部分修士都已经进入了 我们也进去吧 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危险 现在没想到是这样一幅场景 给我灭 给我灭 小心 碰上硬茬子了 赶紧跑 守夜人 拿下他们 黄狼 都问清楚了 他们是五毒教的弟子 目的是灭掉进来的所有人 想把这里据为己有 五毒教 这群臭虫也来了 没想到血泥妖宫里面自成空间 而且还如此大 走了这么半天 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 诸位 我们是青帮的修士 一起走吧 宣元先生 这青帮是一个隐秘的古老组织 帮内有些修士 不过不是很多 要他们加入吗 没必要 进来的人大部分都要亡在此地 他们现在出去还来得及 小子 吓唬谁呢 不组队就不组队 还在这里威严耸听 一看你这人就没啥大本事 走走 懒得搭理他们 什么 这边怎么还闹地震 不同寻常 大家小心见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下三乱的周术 什么 这是什么 下三乱的周术 薛元先生 进入我们体内的 是什么东西啊 血咒 什么 血咒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诅咒 中了血咒 要一个时辰内灭掉一人 周围高深的人 时间会沉溺 否则就会血咒光芳 自焚而亡 什么 这血咒竟然如此败毒 果然是一座妖宫 哼 又在吓唬人 一个时辰灭一人 否则就会爆发 哼 我不相信 世上还有这种诅咒 薛元先生 有办法破除这诅咒吗 很简单 现在出去 离开血里妖宫 血咒自己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家伙说来说去 就是想让我们离开 这样 他就少了像我们这样 强的竞争对手 可以有更大的概率 夺得这里的宝贝了 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接下来我跟着薛元先生 不用 跟在我身边无事 清光这几个小头落 还跟着我们 看来还是心虚 救我呀 这 血咒真的爆发了 瞬间被烧成了灰 怎么办 下一个 可能就要轮到我们了 灭一人 那小子不是说 一个时辰灭掉一个人吗 只有这样 才能解开诅咒 那 我们去灭掉谁呀 这不是有县城的人吗 清风的小崽子吗 别不识趣 滚 老东西 你也敢跟我们叫板 别怪我 怪就怪这小子自己说的 只能灭人才能让诅咒不爆发 自量力 狗狗 这么厉害 我们竟然被他一人一巴掌拍飞了 你肯定不是一般人 你到底是谁 守夜人黄帆 什么 你是大宗旨黄帆 我去 这是踢到铁板上了 我不是人力 我们永远不是山山 薛元先生 你看这几人 怎么处理 不用处理 他们活不了了 走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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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死啊 自作孽不可活呀 啊 不好 把身上的血咒爆发了 不是 我来 没事了 我没事了 你给我溺 太惨烈了 这不就是为了让大家互相残杀吗 快看 这 地上的血液被大地吸收了 准确的说 是被这座血里妖宫吸收了 这就是血里妖宫开启的目的 血里妖宫果然是妖宫 进入后 又怎么能轻易得到好处啊 可惜很多人看不透 你们是干什么的 走吧 不用理他们 哎 跟着他们 一个时辰就要灭掉一人 跟着他们 当作我们下一个时辰的解药 对对 这些小口不错 跟着陪着他们 这一帮世界到底是什么呀 走路这么久 少宝贝都没看到 累死了 前锋那可是 几位 请留步 这是什么 妖物吗 我这里有三把剑 一把零剑 一把金剑 还有一把铁剑 你们要哪一把 他这是干什么 送送给我们剑 不知道啊 说吧 要哪把剑呢 嘿嘿嘿 我要零剑 零技呀 我做梦都得不到的质宝 这下发财了 恭喜你获得了一解零器 那么作为灯架交换 你给我什么呢 什么 灯架交换 你给我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有 那可不行 既然你什么都没有 那就把你的身体给我吧 好 你的一切全都给我 不要放了我 我不要离间了 这太凶残了 赶紧赶紧跑 都给我站住 每个人必须要选择一把剑 一击就把五者六层的修士抽成了喜物 这树药实力很强 怎么办 快点选 不选的都给我亡 怎么办再怎么选 选铁剑 选铁剑 这树药让我们等价交换 选的价值越小 我们付出的代价越小 我 我选铁剑 现在开始等价交换 你拿什么给我呢 我这里有一颗棒棒糖 可以吗 棒棒糖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竟然如此好吃 这是宝贝呀 这树药竟然把棒棒糖当宝贝 她竟然都没有见过棒棒糖这种东西 正常 这只树药不知道和外界隔绝多少年了 太好吃了 这种宝贝我觉得我的铁剑配不上你 那树大人要奖赏我什么吗 肯定有奖赏 就奖赏你成为一棵树吧 什么 什么 成为一棵树是不是很幸福啊 不要感谢我 你给我棒棒糖 这是应该的 好了 接下来你们怎么选 这算啥 选和不选都活不了 看来不管我们怎么选 这个树药都不会放过我们 还得选啊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没人选呢我就指定人选了 选人选手 这 小伙子 接下来你选 哼 快离边去 你在骂我对方 我还敢打你 你咋反抗 你竟然敢反抗 让开路 臭虫一般的东西 是叫我疯了吗 感应当属妖 不是疯就是啥 现在现在我们赶紧溜 可我是臭虫 我冲灭你 我灭 被我刺中了 什么 你的身体竟然没事 这小子竟然扛住了熊耀的弓箭 不听话 就捶碰你 不行 我走在外来休息了 不行反不了你 看吧 这就是不自量力的后果 他中卷还是不低树药 却现在赶紧溜溜溜溜 这就是敢反抗我的后果 在这血迪妖宫内 你们才是臭虫 你 你怎么可能挣脱 本来还以为你能给我带来一些惊喜 现在看来一点难度都没有 哼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这里是血迪妖宫 自然是把你连根拔起 你小子 我在此生长千年 紧紧招给血迪妖宫 如为一体 你休想把我连根拔起 你做梦吧 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住手 快给我住手啊 哼 你在保护学员先生 终究还是低估了 这力量无敌啊 还是什么 竟然把一个千年树药连根拔起了 这小子有苦怪 走 天雷斗坏 你给我灭 人妹 你敢 这雪迪妖宫撒野 你不可能活着出去 救命啊 走吧 我们怎么办 我们恐怕累不及了 什么意思 一个时辰的时间到了 好险 要不是正好看到这三人被我们灭掉 我们就要被血皱焚身了 这次进来的修饰恐怕没几个能活着回去 章狼 我们要不出去吧 闭嘴 别忘了我们这次进来的任务 世界要变天了 我无道协会要抓住机遇 要做这个世界的天 那雪中再爆发怎么办 见门就灭 没有别的办法了 如果见不到人呢 见不到人 我们这不是还有三人吗 我倒是有个办法 让你们避免血皱 谁出来 五毒教 五毒教的人 你们竟然也进来了 最该进来的就是我们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我五毒教的祖庭 你们来找我们想干什么 合作 我们给你们克制血皱的丹药 我们五毒教需要人手 帮我们彻底掌控这座血梨妖宫 让五道协会和你们五毒教合作 你在说笑吗 不同意 那就算了 我们走 等等 克制血皱丹药给我看看 嗯 张老 这又能吃吗 能不能吃 你先给我试试 感觉怎么样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反而体内多了一丝 温凉了气息 这么说丹药没毒 我压制不住血皱了 救我 废物 啊 啊 火人过来了 原小姐厉害 此地的血皱都奈何不了你 这里的机缘肯定是小姐的 原小姐 你既然能解除血皱 不如趁机招收一些修士 为我们所用 有道理 那就招收一些吧 轩原先生 我们去哪啊 去血梨妖宫的核心地坛 好像不是这个方向 我去找些东西 应该就是这里了 这竟然是一处药田 都是有年份的灵草 就是这里 我们到了 这是什么东西 像是一个肉球 莫要胡言乱语 这就是老祖 老祖吸收了血汁爆发羞尸的血液 心脏开始重新跳动了 老祖只剩下一个心脏了吗 还怎么复活啊 老祖自有办法 再一个心脏了吗 还怎么复活啊 老祖自有办法 掌门 我回来了 这是何妖物 掌门 武道协会行长老 答应和我们合作 很好 行长老师学 您是武多教掌门 先说好了 我们只是暂时合作 实不可谓 我们会立刻离开 如你作业 袁小姐 想不到此地还有这种奇物 这里竟然有一颗 跳动了心脏 这里竟然来了这么多人 你干什么 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原初蝶 很好 和我五毒教合作怎么样 可以给你一枚压制血咒的担药 不需要 我家小姐已经为我们压制了血咒 什么 除了我五毒教 竟然还有人可以压制这里的血咒 我不信 你不信 那是因为你无知罢了 放肆 敢对我五毒教无礼 给我打下 住手 好戏还没开始 不着急动手 没动手算你们走运 我家小姐是来这里寻宝的 你们有线索吗 这个心脏 就是这里最大的宝藏 神不少 又来了一拨人 没想到这次活下来这么多人 有意思 薛月明 小木 还对我挨打不理 薛月明 今日我会让你知道 你高攀不起 你们几个 想要活命吗 我可以给你们压制血咒的担药 用不到 我们自己可以压制血咒 啥 你们也行 邪门了 雪梨妖宫的血咒 这么容易压制吗 更有意思了 一个个竟然都能破解血咒 这批修饰质量很高 这人介绍 那是什么东西 妖人的心脏 一旦让他离开雪梨妖宫出事 生灵淘汰 什么 既然如此 必须毁掉他 阿朗 我去毁了他 阿朗 本算是什么东西 敢再次凤子 这种歹毒之物 我守阎人有义务毁掉他 皇帆 少在这里端守阎人的架头 这东西可是宝贝 让你毁掉了 大家岂不是白来一场 我说 我就是要毁掉他 我看谁敢毒我 先过了我我独叫这一关再说 王王 我来 就这样小垃圾 也别在这里说大话 我们凡才不配 这雪梨妖宫才是大凶之力 这种东西也都是妖物 我守阎人又守为天下安宁之处 接着谁敢阻拦我 就是个守阎人为敌 星长老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该你出手了 武道协会和守阎人并立 所以我不同意你毁坏此宝 武道协会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身上的职走是什么 时代变了 守阎人那套家国大义也该改改了 你星长老也算是武道协会高层 能从你嘴里说出这种话 我只能说一句无耻 多说无意 王帆 这里这么多人都不同意 我看你能如何 那就站个痛快 我这人偷袭老夫 王帆 你不行 宣元明 上次你不是很嚣张吗 有本事再战 上次要不是主人 我恐怕此生就是个残废人 这次有云出铁子 无论如何也要捉了宣元明 送给主人 你们 所有人 想要护住这颗妖人心脏的家伙 可以一起上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上次把你废了 你又出来蹦荡 那我再废你一次 看看你还能不能再蹦得起来 云小姐 如果你们不是朋友 那就是敌人了 那就是敌人了 七十八九 跟上他 各位 给我靠里咱们 让我挟力用锁链 捆住此人 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 还不是被我们抓住了 可恶 宝族联迹了他 上 给我粘碎它 不自了利 哈哈 想不上了 小子 吐枭片刻就会被如也融化掉 这就是跟我五毒教作对的下场 哦 是吗 你是否有点过于自信 什么 多谢你们赠送的邀单 行长老 此时不像 更待何时 诸位随我 一起拿下这复制天高地厚的小子 南明离火掌 玄远先生小心 这是行长老的绝学 一掌之威 曾经打破过一位大宗师 趁现在 上 小子 看你接不接得住我的南明离火掌 灭 什么 你跑得了吗 我疼 什么 你干什么 鞋齿大乳 你竟然把老佛当作棒锤乱灰 这是什么恐怖存在 老佛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狠人 玄远先生就是牛 没人能奈何得了玄远明吗 看来今日还是需要我来出手 哈哈哈哈 你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还真是不得见呐 假如我武毒教如何 我给你个副掌门当当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和我说这话 副掌门算哪根从 本掌门一向寒阳很高 平日也被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激怒了 给我吞了它 小子 你以为接住了蛛丝就完事了 哼 我告诉你 这蛛丝粘性极强 你根本摆脱不掉 糟了 这武毒教掌门的妖兽等你几口 一旦被缠住 麻烦很大 现在给我过来 成为我这蜘蛛妖兽的食物吧 呼吸 给我过来 用点力 把这小子拉过来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的生气如此丹妄 怎么会拉不动 哼 开我 给我过来 什 什么 这小子 是有多大的距离 竟然把我的武毒蜘蛛 如此轻松地拉过去了 小子 给我王吧 五毒蛛攻击力绝对超越大宗兽 你这是自去灭亡 給我 睡 什 什么 我的五毒蛛 切小子 你敢 小子 不得伤害我的妖兽 五毒蛛 赶紧回来 我身 你回得去吗 小子 你敢对我的妖兽做什么 我必斩你 大口的妖丹 不输还不输 不错 这颗妖丹等级可以 算是没白来一趟 你 灭了我辛辛苦苦培养了上百年的妖兽 这家伙 这家伙还真是个猛人哪 还有谁想要阻止我 薛月明 我们俩的恩怨也该解决一下了 原初蝶 你又出来笨的了 我劝你一句 离我远点 你 你还是看不起我 我并没有看不起你 你是 我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你 你坏我了 薛月明 我已经脱胎换骨 不是以前的我了 所以呢 所以现在的我 你惹不起 我已让你后悔说出这话 什么 我不信 给我念 怎么可能 芸小姐有了主人的改造 竟然也不是薛月明的对手 薛月明 你太过分了 啊 这股邪恶的气息 竟然不属于老祖的心脏 有希望干掉这小子 我让你 冷抽蛋架 知道原初蝶不对劲 还想到他被污染的这么严重 而且看气息 和无形无体的腰围 看来大势将棋 这腰围要彻底出师了 我不信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强 为什么我如此无能为力 你难道真的不可战胜吗 别挣扎了 对付你一只手就够了 告诉我 你在哪里受到了无人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要灭了你 你找命 不 薛月明 要命 薛月明 你还是心软了 新长老 接下来只能你立碗狂澜了 你是眼神不好还是脑子有问题 我刚被这小子干了 你让我立碗狂澜 你行的 行什么行 要干你自己去干 我先留了 站住 干啥 还要留我们吃饭啊 吃了我五毒教的丹药 就这么走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 腿长在我身上 我想走你拦得住 哎 我就走了 我还能跑 我还能大跳 你奈我何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我五道协会不去任何人 玩够了吗 该发作了 什么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是弹药的问题 救我 我五毒教的骨丹 几个那么好吃的 现在没人救得了你们 乖乖成为我五毒教的血尸吧 一个大魔人竟然瞬间变成了这种东西 太恶心了 这样的邪术竟然还在使用 青史五毒教毕灭 这样的邪术竟然还在使用 青史五毒教毕灭 小子 吹牛谁都会 现在所有血尸给我啃了这小子 小子 古丹生成的血尸不死不灭 实际战力可能超越了大宗师 我看你怎么活 行活 这是身体产生的异象 而不是术法产生的 只是大修行者才具备的能力 玄园先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很好 很干净的 一点骨头都不要剩下 你想得多了 什么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 这小子竟然如此强 这么年轻的强者为什么我没听说过 好 果然 还是无人能奈何的了 宣渊明 五毒教的人 席个不留 上 铲除五毒教 小子 赶快想办法呀 这里可是我们的主场 怎么能让外来人突虐我们 可恶 小子 会让你身不如死 看似轻飘飘的一脚 竟然差点要了我的命 真好恐怖 今天这里的邪恶东西 全部都会被毁灭 哈哈 这里是我五毒教的祖庭 我绝对不会让你隔城的 小子 接下来我会让你见识到真正的力量 这是个狠人 哈哈哈哈 老祖我三千年再次复活 主宰大帝 哈哈哈哈 今日老祖出关第一件事 就是血涂千里 让这人间知道我的恐怖 血涂千里 你敢 花果还轮不到你来放肆 我来灭你 蚂蚁一块的东西 这自称老祖的家伙实力很强 有希望打败轩原明吗 轩原先生 这怪物不是一般的强 你要小心 嗯 知道了 动动手指的事情 哈哈哈哈 动动手指的事情 你还真是让老祖我笑死了 你要是能笑死 就省得我动手 嗯 轩原先生也会说笑话吗 嗯 调笑本老祖 我灭了你 说用一根手指 就用一根手指 啊 这有些违背修仙常识了 一根手指怎么可能把老祖我弹飞 我不信 再来 哼 啊 不可能 再来 啊 再来再来 啊 确定了 这是我打不过的人 开我了 这是我的出场 这里的一切力量我都可以调动 我虽然打不过你 但你也灭不掉我 嗯 是吗 试试看 十层防御 来呀 打到我 算你赢 催不拉小 哼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一拳 就一拳教主就灰飞烟灭了 这 而且是吞噬了老祖心脏的掌门 以前是我太无知了 原来宣月明根本不是我可揣测的 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 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 雪原娘你必须啊 不可饶术不可饶术啊 因为这样就剩了吗 谁的声音难道哪什么老祖还活着 这妖人在漫长的时间里 已经和血鲤妖宫融为一体 一般情况下灭不掉 小子 明白就好 现在我要关闭血鲤妖宫 我们所有人就准备困在这里吧 在这血鲤妖宫内部我是主宰 慢慢玩 哈哈哈哈 不好 血鲤妖宫关闭了 血鲤妖宫现在怎么办 该怎么出去 自然是怎么出去 啊 怎么回事 血鲤妖宫的门怎么关闭了 血鲤妖宫还在里面 妖宫关闭 他们还怎么出来 这 你刚才的话算我们没说 可恶 竟然被你们跑出来了 血 都已经准备好了 小子 我记住你了 这天际一变 来时方程 哼 没有来日方程 今日就昏迷了 哈哈哈哈 大言不惨 你拿什么留住我 怎么可能 这是便宇大阵 你打这个招呼大阵 你怎么会 对 可恶 不 找命找我 我愿意做牛做吧 没有 西唐 看你不太高兴的样子 是那个玄元明没有找到吗 爷爷 你说什么呢 谁 谁找他了 爷爷也是过来人 都明白的 如果现在有一件事 需要你立刻去处理 爷爷 什么事 这么紧急 前几个月 我孔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现金流 买下了南太平洋的一座小岛 开发黄金资源 我想此事 你也知道 是那座小岛出问题了吗 不错 这座岛前几日出现了一些很难解决的事情 这次 你带上所有的孔家高手一同前往 好 我马上出发 行 洗手 九九千九百八十一层了 经历了这些事 终于在此破镜 现在破镜需要的能量越来越多了 大哥 有好消息 我这边发现了大陆之河的线索 快说 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 出现了大陆之河的异象 好 地址给我 我尽快赶过去 大哥 按照你的吩咐 你想走水路 看一下大洋的变化 我已经为你安排了国内最豪华的游轮的天赐了 好的 那就那样了 斯诺 我们好久没有出来散心了 这次正好乘坐你家的游轮 一起去漂亮国 也就是为了满足你的心愿 要不然我才不乘坐游轮 时间太久了 反正也没事 你这次是去漂亮国继承佳业 等你继承了佳业后 可能就没太多时间出来了 那是 快看 那是小哥哥 小哥哥 你是说那位游轮名 在哪呢 这 他刚才就在那里 我看见了 斯诺 自从上次一记探险回来后 你就经常念叨这游轮名 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梦 你现在说什么呢 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了 不过 斯诺 我需要提醒你 你姓谢 注定了和那轩原名不是一路人 梦 小哥哥很厉害 你这就是典型的花痴少女 对一个人的喜欢 对一个人的喜欢是盲目的 薛原名是有些本事 但他还远远配不上你 能配上你的 只能是门当户对的家族子弟 比如王公子 咳咳 斯诺 这么巧啊 呦 说到王公子 王公子就来了 这也太巧了 王琪 你怎么也在这 肯定是特别的缘分 要不然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碰面 对对 这就是缘分 斯诺 我不打扰你和王公子了 你们聊 等等我 我正好还有些事需要处理 这 王公子 斯诺就这脾气 对于认可的人很热情 不认可的极其冷淡 你多和他见面就好了 无妨 这个游轮到漂亮国 需要一些时间 本公子有的是机会 这是你的报酬 吴梦 本公子很欣赏你的办事能力 多谢王公子 薛原名 薛原名 真的是你 封怀妃和黄元月 还乔佳佳 这三人都是我十年前的大学同学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 你小子 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呢 细皮嫩肉的 跟个小白脸似的 阿民 一会儿十年没见了 没想到这么巧 能在这里见到你 佳佳 好久不见 乔佳佳这女孩很善良 我当时在壁谷修行 很少吃饭 乔佳佳以为我吃不起饭 经常给我带饭吃 会一起这些往事 我以为我会无紧不过 没想到 还会横生许多感触 看来随着十万层越来越近 我的心境也在不断变化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 宣元明真是碰巧和我们遇见吗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宣元明啊 你是不是故意来的 你想多了 阿民 是这样的 我们正在这艘游轮上 举行同学聚会 不过来的同学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毕竟能登上这艘巨型游轮 花费不小 就算我是这艘游船的负责人 也只能免部分的费用 所以 宣元明啊 我们没有通知你 希望你能理解 理解 你们联系也联系不上我 宣元明 你就继续装吧 你绝对是打听到我们在这里聚会 故意来接近我们的 阿民不是那样的人 你忘了 大学的时候 阿民最喜欢亲近 根本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 不主动和任何人接触 佳佳 那是你有所不知 你恐怕不知道 宣元明暗地里追求过黄媛媛吧 是不是啊媛媛 哦 是有这么回事 不了 你们玩得开心 我先走了 这黄媛媛当初对我表白过几次 但都被我无视 没想到现在颠倒黑白 陈子 陈元明啊 你这是心虚了吗 算了 我们也不跟你计较 来都来了 就跟我们一起参加同学会吧 阿民 大家好久没见了 一起聚一下吧 好久不见啊老同学 还保险找我啊 我现在是保险经理 买安利找我啊 我现在是安利华北区总经理 大家都静一静 这次啊 我们之所以能在这座豪华轮船上聚会 多亏了方怀妃 是她帮我们订了人字号的豪华客房 方总 我敬你一杯 我也敬方总一杯 方总发大财 大家客气了 都是同学 我方怀妃既然有如今的地位 为大家做点事情 应该的 怀妃 这人字号豪华客房 到底有多贵 给大家科普一下呗 行 那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艘巨型邮轮啊 是国内最豪华的邮轮 没有之一 那是顶尖家族谢家所有 邮轮上更是设有天地人 三个级别的豪华房间 一字号客房也只有九间 象征着九五之尊 也是很尊贵的客人才能住 其中天字号客房最为尊贵 整个邮轮只有一间 只有最顶级的人物才配得上 那我们人字号岂不是也很尊贵 这么大的邮轮比我们高级的只有十间 没错 我给你们安排的就是仅次于天字号和地字号的人字号客房 一共只有一百零八间 都是豪华至极 每一碗的价格都在五千人民币以上 五千一碗 这也太贵了 要不是方怀妃 我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去住这么贵的房间 大家一起感谢方总 来 来 阿明 嗯 你现在做什么呢 在一所学校教书 教书 那也挺好的 你呢 在做什么 我 我 我只是普通的上班族 对了 轩云鸣 你既然来了 也说句话呗 这是轩云鸣 当年班级的小偷鸣 不是没通知他 他怎么来了 既然不爱说话 我问你个问题 你偷偷来了 住什么房间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普通客房 没准连普通客房也没有 轩云鸣 同学一查 我给你安排一件人字号 还得方总大欠 轩云鸣 还不赶紧敬方总一杯 哼 不用了 我住天子号客房 你说啥 轩云鸣说他住哪里啊 方总 轩云鸣说他住天子号客房 这轩云鸣平时闷葫芦一样 没想到说起大话来也不眨眼啊 轩云鸣 这种大话你也敢说 谁信啊 你们怎么能这样 怎么知道薛云鸣在说谎 佳佳 薛云鸣这种拙劣的谎言 不攻自破 小佳佳 你相信他那就是太天真了 我作为这艘游轮的总经理 定位仅在船长之下 天子号的房间 早就被定出去了 而且是一位不可言说的大家族 为一位大人物定的 轩云鸣说他住天子号客房 难道他是哪位大人物 别开玩笑了 鬼都不信 轩云鸣 你不爱说话可以不说话 没必要骗人啊 就是 这样大家还怎么出 混得不好我们可以帮你 但人品有问题就没智了 也就是同学一场 不然走就臭他们了 阿明 不管怎样 我信你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同学一场 给些面子 饭都吃完了 我带大家去游轮上耍耍 听方总安排 今晚玩的痛快些 轩云鸣一起去吧 不去 说你两句还生气了 佳佳 劝劝轩轩云鸣 毕竟同学一场 好多年没见呢 嗯 阿明 一起去玩玩吧 这次见面之后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 呀 方总 你来了 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每人发三千筹码 算在我头上 方总大气 方总不会是我们的好同学 方怀飞 可比某些只会吹牛的人强多了 薛维明 你不玩吗 不玩 嗯 我也不想玩 乔佳佳 你这些年 是不是过得不好 啊 我 你怎么知道 其实我这次是 偷跑出来的 不过 这乔佳佳 浑身有一股淡淡的灰气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 这些烦心的事情 这些烦心的事情就不说了 有机会 我再和你讲细说 吉哥 看我这些同学怎么样啊 看样子都是穷酸货 不太肥 不肥也够宰了 每个人拿出几十万 应该问题不大 这套宰自己的同学 你倒是笑得去手 同学有什么用啊 不就是再宰的吗 况且 我在他们身上 每个人都投入了将近一万块 一定要捞回来 不然我还不亏死了 哼 放心吧 有我在 今天在他们身上 捞个一二十万没问题 真好 事成之后 吉哥你六我四 喂 槐飞 过来 陪我去赌量吧 哇 又赢了 已经赢了一万块了 来源啊 不如玩点大的 这样赢得太慢了 槐飞 你说的对 今晚 人家答应你的追求 愿意和你深入交流 哇 我也赢了 这就是在捡钱啊 各位同学啊 可以适当的玩大一点 赢了足够的钱 后半辈子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也经常在这里玩 说实话 我都在这里赢了几百万 听方总的 这一把我下两万 我也两万 佳佳 你在这干啥呢 你和薛元明在一起没钱 走 跟我去赌钱 我就不赌了 走吧 现在就是捡钱 赶紧赌两把 佳佳 下猪啊 可是 我不会玩啊 这样 我给你下 赢了算你的 输了算我的 决定了 我们压大 好耶 赢了 又赢了 成是飞机 一样 继续一样 一个 差不多了 该收网了 没错 怎么回事 怎么又输了 都快要把赢的给输回去了 各位同学啊 不要慌张 听我一言 赌博 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我那几百万怎么赢呢 就是放平心态 方总 可是我们一直说 心态怎么可能放得平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赌博必胜诀窍 只要学会这个诀窍 保证赢钱 而且百分百赢钱 啊 必赢诀窍 这么神奇 方总 别掉我们胃口了 跟你说吧 必胜诀窍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倍数压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玩头子 单核双的概率 都是百分之五十 比如 我们第一局压双 压一百块钱 如果输了 那么第二局 就继续压双 而且压二百块钱 以此类推 如果还不中啊 第三局 压四百块钱 毕竟出双的债率是百分之五十 只要一直压下去 总会赢 哇哦 还能这么玩 方总一些话 让我大彻大悟啊 哈哈 这确实是必胜的绝强 逻辑上没有都逗 佩服方总 怪不得年轻有为 不过 方总 我有个疑问 如果遇到极端情况下 连续六七把单 或者十几把不出双怎么办 那时候 我们手里的筹码早就压没了 到最后还是输啊 对 虽然这是极端情况 概率极小 基本不会出现 但是不得不防 是啊是啊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 我早就为你们想好了对策 哦 这位是极哥和方怀飞的铁哥们 手里资金雄厚 如果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啊 大家可以找极哥贷款 极哥看在我的面子上 都会借给大家 哈哈哈哈 都是方总的同学 看在方总的面子上 你们借款 我就不要利息了 之前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在这里赢了几百万 哈哈哈哈 方总这么说 这是百分之百成了 干了 借鸡哥的钱 也就是极端情况下过一下手 反正最后尾赢 哈哈哈哈 对 那就糟起来吧 今儿都给我赢一辆宝马再走 上钩了 我押五百 小 啊 我却竟然输了 不 我再押一千 不两千 继续押小 我连续出了五把大了 我就不信了 继续押一万六 小 四五六 大 连续六把大 这怎么可能 才六把 晃什么啊 重要的是心探 可是我没钱了 找鸡哥呀 鸡哥不少利息 免费用钱 多好啊 可是 快点的 买小 买大 买定离手 连续六把大 如果放弃的话 下一把出小 前面所有的钱都白打了 干了 鸡哥 千五五万 钱有的是 你们要多少有多少 下五万小 小小小小小 小小 尔丹 小 哈哈哈 赢了赢了 方总万岁 鸡哥仗义 等会儿我请两位哥哥喝酒 厉害 方总的方法果然有效 既然这没有效 今天就彻底造起来吧 我要赢回一套房子 来来来 赶紧笑 我要一万 佳佳 梁小明都亲自试验了 我们也别闲着了 赶紧赚钱吧 月月 我真不想玩了 你呀 知道现在为什么你会混得这么差吗 就是这不想那不敢 当年在大学的时候 你可是我们班的班花呀 以你的姿色 再嫁个大款才对 当年如果你答应那些富二代的追求 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我有自己喜欢的 我知道 你喜欢那个榆木脑袋轩元明 但那家伙 要啥没啥 又不会说话 差了方怀飞十万八千里 如果真找了轩元明 就倒了八辈子没了 元月 轩元明很优秀 你不能这么说他 行了 赶紧下注赢钱吧 还是那句话 赢了算你的 输了我给你兜着 但我们不会输 很好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这些人已经失去理智 彻底疯狂了 接下来 就等着烧钱了 又输了 又输光了 赶紧找吉哥借啊 继续翻本 吉哥 借我八万 好说 要多少有多少 又输了 一直在说 我们不玩了吧 什么 不能不玩 佳佳 你放心 今天我肯定把你的家众给赢回来 吉哥 我和乔佳佳 每人借十万 黄媛媛 太多了 不行 你听我的 绝对能赢 吉哥 再给我也拿十万 我这里也欠十五万 赢着输了九把了 吉哥 就二十万 不幸这次还输 大家放轻大胆的去玩 钱我管够 险燕 一个人不无聊吗 做人要讲良心 如果良心被口吃了 没有好下场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 还是你给我在这里装糊涂 你在挑衅 险燕明 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惹 当着这么多人面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别逼我揍你 走开 真是找面 方总 怎么了 这家伙 想破坏我们的好事 马上离开这里 我可以饶你一命 不愧心 我饶你一命 我这暴脾气 吉哥 先息怒 现在是关键时刻 其他人都在发了疯的压住我 别让这小子破坏了 你说的对 小子 你给我等着 你只要还在这条船上 我就会让你见识到 你吉哥我的厉害 小姐姐 别玩了 这些事在给你们下套 啊 险燕明 你给我一边去 别耽误我们发财 你们这样发不了财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一个闷葫芦三脚揣不出一句话 你懂什么 我看你是嫉妒我们吧 就是 是 轩燕明 你不敢玩 别耽误我们 党人财路可是很缺德的 轩燕明 你不愿意玩赶紧走人吧 去去去 别在这里暗眼 方怀飞都把赚钱的秘籍递到眼前了 你都把握不住 我该你穷一辈子 既然如此 随便你们 好了好了 佳佳 我们继续玩 你替我玩吧 我去找阿明说话 吉哥 给我来五十万 我下巴大的 给我三十万 我就不信了 不 七十万 一把孙哈了 好好 吉哥 差不多了 该收我了 钱太多 这帮穷鬼就还不上了 好 收我 这不可能 一把输了六十万 连着输了十三把小 这也太离谱了吧 吉哥 再借我一百万 不 再借我两百万 不好意思 不借 什么 不借就是不借 听不懂吗 可是 为什么呀 我五千万的存款 都被你们借完了 没钱了 你不借 我怎么办啊 你不能这样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和我有关系吧 还有 你一共欠我一百七十万 赶紧还钱 方总 你赶紧说句话呀 老同学 我也没办法 吉哥确实没钱了 要怪 就怪你输的太多了吧 啊 怎么会这样 什么情况 吉哥不借钱啊 不能这样 我还要翻本呢 吉哥 借点钱 你不能撒手不管啊 给我一百万 最后一次了 必须借给我们 都给我闭嘴 说了不借就不借 再敢落死 大嘴巴 抽你们 这 这怎么办 我们还要回本啊 方总 你说句话呀 我能说什么啊 方总 你教给我们稳赚不赔的方法 现在因为吉哥不借钱 我们没办法玩下去了 方总 你不能不管我们啊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 才说了这么多 什么叫听了我的话呀 你的意思 是我坑了你们 同学一场 说话要负责啊 如果你们自己不赌 我能拿着头逼你们吗 说白了 都是你们自己的贪心作祟 不过 我方怀妃一向注重同学情谊 不然也不会组织这场同学聚会 大家先不要慌 我跟吉哥商量一下 还钱方案 啊 圆圆 我们输了这么多 该怎么办呢 槐妃 我和佳佳都输了七八十万了 你要帮我们啊 圆圆 七八十万可不是小数目 不过我会帮你的 佳佳不用慌 槐妃会帮我们的 吉哥 你看接下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还钱呗 不过 可以看在你方总的面子上 美人可以减免五万 你们也听见了啊 我问你们美人省了五万 大家还是赶紧还钱吧 什么 方怀妃 你在和我们开玩笑吗 我欠了两百万 像我少还五万 有什么用 方怀妃 大家都是同学 你不能坑我们呀 官妃 少还五万 还欠六十五万 我哪有那么多钱 方圆圆 看在我们的关系上 我给你出十五万 你出五十万好了 五十万我也没有啊 都给我听好了 赶紧还钱 吉哥我还要着急用钱呢 你这是在坑我们 不还 这不是违法的 对 是违法的 我们不用还 一群混蛋 这里是公海 不是大陆 谁敢不还试试 别说走出这条船 连这个房间都走不出去 幸不幸把你们丢海里喂鱼 怎么办 我就不该躲的 我先回家 赶紧的 给家里打电话要钱 该买房子的卖房子 加贷款的贷款 还妃 我能五十万 你一定要给我想想办法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有我在 放心 今晚 还我放 圆圆 你之前说输了算你的 我欠的那七十万 你欠的钱和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欠的 你怎么能这样 我之前说不赌的 是你逼着我玩的 邵家家 愿赌服输 逼着黄圆圆没用 想办法还钱吗 我日琢磨又不对劲 此不我们所有人都输了 没有一个人赢 这里面有猫腻 凤花飞 你真的不忘我们吗 诸位同学 听我一句 不要反抗 不要有侥幸心理 这里是公横 鸡哥就是海上的老大 你们还钱无事 不还钱 我也很难保住你们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现在还替鸡哥说话 肯定是和鸡哥一伙的 方花飞 你良心不痛吗 这可都是你们说的 可没有证据 所以 闭嘴 没有证据你们这是污蔑 不错 这是污蔑 我相信怀妃不会这么做 她这么善良 都为我偿还了债务 能不能别啰嗦了 听你们说话就烦 赶紧还钱 不还的我先剁了她一只手 不过女士可以放宽一些条件 比如这位乔佳佳女士 去我房间 我可以每天跟你歼面一万 怎么样 孙孟 你敢这样我就报警 给脸不要脸 赶紧拿出七十万来 现在立刻 小家 你要不从了鸡哥吧 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案 闭嘴 黄元元 都是因为你 要不然我能这样吗 小家家 你还真是不识好歹 我再给你出主意 在这里你能反抗鸡哥吗 拿不出钱来是吗 给我绑起来 送到我的房间去 放开我 别反抗 哥哥下手还能轻点 闹够了吗 醒了一晚上七七为了坑点钱 不累吗 又是你小子 抽他 抽你压的 杰月明 你疯了 竟然敢动手 你这样只会激怒鸡哥 行啊 胆子不小 还敢反抗 我阵仇怎么杀鸡锦佛 你就当那只鸡好了 杰月明 赶紧给鸡哥跪下认错 还能少受点苦 别去 你骂谁呢杰月明 太不懂礼貌了 怀妃在帮你 不知道吗 黄元元 你给我闭嘴 说话算数 之前瞧张将那七十万 你替他还了 关你什么事 你这人真是不可理喻 我懒得和你说话 杰月明 傻巴基的 你就自生自灭吧 阿铁 收拾他 鸡哥抱歇 打他如捏鸡 鸡哥 阿铁晕过去了 废物 竟然自己摔晕过去了 我再问你一句 还还是不还 不还 我就不还 薛月明 我告诉你 你别找上 敢打我女人 我废了你 小子 原来是个武者 但愿赌不输 鸡哥我可不是好惹的 我不管你想干什么 不还钱没完 戳裂的伎俩 你们不是想赌吗 我来给你们赌一把 赌一把 好啊 薛月明 无妨 小子 你想赌什么 随便 那就赌简单点 弯头子 比大小 小子 你可以开始下注 给我下十个亿 什么 十个亿 薛月明想干什么 他有十个亿 薛月明啊 我看你抽疯了吧 你知道十个亿 是什么概念吗 啊 敢不敢 小子 还敢激我 十亿是吧 我让你笑 你要是没有十个亿 我把你身上的零件 都卸了 开 我今天看他怎么王的 烧废话 快点开 小子 说吧 你下大还是小 大 哼 跟我玩 让你王的不明不白 开吧 好 买定离手 哈哈 小子 你输了 十个亿拿来 都看着我干嘛 十个亿数目是不行 但也别想从我鸡哥这里来借 那个 鸡哥 鸡哥 是我们输了 啥 怎么可能 怎么回事 怎么是三个六 我明明 赢了 阿明赢了 难道是遥控器坏了 快 给钱 这 小子 再玩一把 这一次 还是十个亿 不 二十个亿 哼 不玩 你说什么 何说我不玩了 拿钱吧 宣明一家赢了十个亿 我不是看花眼的吧 十个亿 真是妥妥的大富豪啊 宣明啊 听我们把账还了呗 你叫宣明是吧 你这样子不符合规矩 再问几本 听不懂人话是吗 把乔佳佳欠的钱抵消 剩下的九亿都立刻给我拿现金 你好大胆 宣明 你既然替乔佳佳把钱还了 替我也还了吧 我们大学时候 可是做个童中啊 还有我 替我也还了 我们是一个宿舍的 还有我 我们在一起吃后早餐 偷口 闭嘴 你们欠钱和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赢了十个亿啊 我赢了十个亿和你们有关系吗 宣明 你简直是人品太差了 宣明 你为父不仁 你这样的人真没有人情味 远远不如风还飞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 别忘了 刚见到阿明的时候 是你们一个劲儿都看不起阿明 嘲讽阿明 现在阿明有钱了 你们又这样 我真看不起你们 小佳佳 你少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要疼 宣明 寄你还了钱 你当然提到说话 我听说你之前做了小三 现在不会 也想当宣明的小三吧 你 狗狗闭嘴 答应我的事还没解决呢 宣明 要么继续毒药了 你明白 你 你 找你 这 我的合金匹手 竟然被他捏碎了 这是 什么实力 宣明啊 你太放肆了 这里是鸡哥的地盘 你完了 敢打鸡哥 疯了 兄弟们 动手 都给我住手 没确定宣明的具体实力 先不移动手 宣明你是混哪条路的 我和你们说得着吗 拿钱 行 十个业数目太大 我一时间拿不出来 你给我点时间 三天见不到钱 你就喂鱼去吧 鸡哥 这小子这么狂 你怎么放他走了 走 他往哪走 只要还在这条船上 他就跑不了 鸡哥的意思是 你跟上去看看 探探这家伙的底 上船之前 我暗地里可是打听了 有一位漂亮国 超人组织的大佬在此 只要这宣明和那位大佬 没关系就扯 行 鸡哥 我这就去打听 各位同学 这宣明为父不仁 赢了十个亿说走就走 根本没把我们当同学 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能赢十个亿 有我们的功劳 不是我们带他来 他能赢吗 不错 绝不能让宣明这么走了 说得对 那十个亿 也有我们的一份 去找他 徐维明 你住哪儿 现在和芳怀飞闹掰了 估计他们也不会 让我住松松的 人字号房间了 那你跟我去吧 我住天字号 房间应该不少 你真住天字号 我就呵呵了 徐维明啊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你住哪里 我住哪里和你们有关系吗 你们不嫌烦吗 嘿嘿 这就是心虚了 宣明我告诉你 天字号只有意见 就算有钱也是买不到的 宣明 你不要打中 两成胖子了 就是 大家谁不了解谁啊 吹这种流迷意 我们走 大家跟上啊 去参观一下 宣明的天字号房间 还像模像样 真找到了天字号房间的位置 看来之前做过功课啊 宣明啊 你有本事打开房间 你要是能打开天字号房间 管你叫 爹 是 是 是 那 灯灯 我来了 找到宣明了吗 找到了 你没看错 他还真在这条船上 而且这宣明 让我感觉有些意外 意外 什么意外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那宣明竟然住在 唯一的一间天字号房 小哥哥果然不是普通人 我们赶紧走去找他吧 哎 找到了也只会害了那小子 毕竟王公子在这条船上 他 怎么把门打开了 什么情况 天字号房间有钥匙吗 是不是都能打开 对 多亏你提醒我了 天字号客房根本没有钥匙 一般都是配备私人保姆 客人自己哪用自己开门呢 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客人 得罪了天字号的客人 可不是小事 所以说 这宣明是碰巧打开的 肯定是碰巧了 宣明 你根本不能证明 天字号房间是你的 赶紧离开天字号房间 切去脑袋里缺营养的东西 宣明 你干什么 给我出来 宣明 我作为这条船的经理 不允许你踏入尊贵的天字号房间 这是对天字号房间主人的亵渎 一边去 宣明 你敢打人 你疯了 我 赶紧给我叫保安 宣明 今天让你付出代价 这是没有个两三亿 完不了 怎么回事 吵吵闹闹闹的 大小姐 官妃 什么大小姐 这位就是谢家大小姐 谢思诺 这条邮轮就是谢家的 而且我听说 大小姐这次要去漂亮国 继承谢家家业 大小姐是真正的人类点尖人物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她 这么看来 天字号客房是谢大小姐在住 肯定是这样 要不然 大小姐也不会前来这里 而且 谁还能比大小姐尊贵啊 小哥哥 她果然在这里 见过大小姐 我是游轮经理 方怀妃 嗯 见过大小姐 我是黄媛媛 一直很仰慕大小姐 小 薛元明 眼瞎了 都让开 大小姐要进房间 你还敢拦路 照面吗 薛元明 现在天字号客房 真正尊贵的主人来了 赶紧给大小姐让路 挑凉小丑 你们为什么要骂小哥哥 大小姐 这次就是个自打狂 骗子 真的 大小姐 你管她这小哥哥干啥 是啊 谢小姐 这薛元明怎么配 这家伙一无是处 怎么配得上 够了 给我闭嘴 大小姐 这黄媛媛是我的同学 你打错了 你也给我闭嘴 我谢斯诺这么好的脾气 都忍不住打你们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难道谢小姐在维护薛元明 不可能 不可能吧 什么情况 封环飞被打了 小哥哥 好久不见 你怎么也在这条船上 你要去哪里 好久不见 我去探平洋的一座小岛 啊 这薛元明竟然和谢小姐认识 这不可能 他一个平民怎么可能认识大小姐 大小姐 这薛元明刚才想要强闯你居住的天字号客房 对啊 大小姐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什么时候天字号客房是我居住的了 天字号客房很早薛元明就预定了 这是他自己的房间 什么叫强闯 这薛元明真的住天字号客房 我们还吵吵闹闹 原来小丑是我们自己 这怎么可能 薛元明怎么会住天字号客房 喂 你家方怀妃是吧 是 从现在起 你被开除了 你和谢家和这艘游轮 没有任何关系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薛元明他 都给我离开这里 不要打扰小哥哥 薛元明 同学一查 刚才是我们说话中了 等会一起吃饭吧 是啊 天字号客房 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薛元明 刚才是我不断 没想到 你现在是大任务了 咱们还是好同学 对吧 对个球 你不要吃 你 还是第一次听到阿明骂人 大小姐 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先进空谷干了十多年 再到这个位置 走开 求我没用 薛元明 我刚才不敢嘲笑你 我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 不能 薛元明 你现在都是同学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 你饶我一次 我以后见面管你叫大哥 管大爷都不行 你不要去 走吧 我们进去 别管他们了 这事怎么会变成这样 都怪放回费 是她让我们来这里 参加这个莫名的同学会 让我们参加赌博 都让我们看不起薛元明 对 都是她爱的我们 还有黄媛媛 我 关我什么事 说什么废话 不要放过这两个罪魁祸首 拿下他们 抓住他们 饶命啊 别这样 大家都是同学 饶命啊 饶命啊 只要和超人组织无关 她宣言明就是我惹得起的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见到你 我真是太开心了 斯诺 嗨 王岐 你怎么又来了 诶 这位是谁啊 和你无关 小子 我是斯诺的朋友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有意思 从来都是我王岐对别人挨打鼓励 没想到今日有人对我这样 王公子 他叫薛元明 之前探险的时候认识的 是一位舞者 舞者 怪不得这么啊 但舞者在我这里算个球 薛元明 我们去那边吧 哼 不知死活 王公子 这薛元明之前救过斯诺 才让斯诺产生了好感 我觉得他配不上斯诺 远远比不上王公子 吴梦 还是你的眼光好 拿着 多谢王公子 后面多给我创造一些 和斯诺单独相处的机会 王公子奉心 我尽力去办 来啊 王公公子 宣云明 给我笨 给我信 果然 天地间的灵气越来越多 难道经历了几千年的末法 时代要结束了 灵气复苏时代来流了吗 而且海上的灵气 要比陆地上的灵气浓郁一些 此地的灵气 又比其他海域的灵气 更为浓郁 灵气复苏 先从海上来是吗 就是那家伙 这谁不好 非要惹王公子 现在就把他 丢到海里喂鲨鱼 趁此机会 查探一下 天地悬法 九州雷雾 十月相招 神鬼奇限 臭小子 给我灭 咋了 不不不不 看不看 那个那个 天上 那是 什么玩意儿啊 这小子是何莱莉啊 竟然引出了这阵奇景啊 拆弓没有回头剑 先灭了它 不 救命啊 快看 那是什么 神仙显灵了 快看 那是什么 神仙显灵了 神仙保佑 让我找到老婆 任务还钱赌债 灵气复苏 先神降世 是先神降世 带来了灵气复苏 原来是这样吧 不是灵气复苏 带来的先神冲反人间 是先神冲反人间 导致了灵气复苏 天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洛克大人 这是神迹啊 没想到神迹 竟然出现在公海之上 神迹 不是我们西方的天使灵神 看样子 是东方神迹 洛克大人 我等赶紧朝拜神迹吧 也许有什么机缘说不定 洛克大人 我说错了什么吗 炎斌 洛克大人是超人组织的 包括我们的师父也是超人组织的一员 你知道超人组织的信条是什么吗 不 不知 以人力对抗天威 以人力对抗天威 什么神迹 什么显灵 我自是一拳轰碎 我超人组织间隙 人才是最厉害的 人既可以除神 也可以灭线 现在 就随我出去 看看那个什么神迹 你有些特别 特别有如何 过来 神仙好像在说话 神仙好像动了 神仙保佑我吧 保佑我 太激动了 竟然看到神仙显灵 现在 我就去打碎这个家伙 看看他的实力如何 敢在此先行 你既然不辞我力 那就别怪老祖我 对你 就是哪来的小蚂蚁 什么 有破 这股力量 我竟然阵头不开 虽然降临 但看来不是什么伤害 灭了你 什么 这是 这是什么力量 是什么人 是他干的 死人是谁 这发生了什么 谁去哪 谁去哪 连东方神迹都被打碎 超人组织无敌 洛克大人无敌 你们想多了 那东西 并不是我打碎的 不是你 那是谁 不清楚 只看到了一个背影 没想到 这船上竟然还隐藏着高手 那又如何 那人不会是洛克大人的对手 不了 这次如果我能拿下谢斯诺 我王家就会一飞重天 不过 这谢斯诺暗中的护卫 还需要你出面解决 好说 对了 收拾那个叫什么宣月明小子的人 还没回来吗 王公子 那两人失踪了 失踪的 在船上怎么会失踪 王公子 那两人电话打不通 邮轮上也找遍了 根本找不到人 邪了怪 难道是那小子 王公子无需担忧 我出马试试那小子 那家伙顶多五者三四层 还用不着普老你出手 去 再派个准宗师去 把那小子扔海里喂鱼 记得给我录个视频 是 宣月明 你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你刚才看到神仙显灵吗 大家都在喘 有事 是这样的 你和夏大小姐关系好 能不能让她恢复我的工作呀 不能 宣月明啊 大家都是同学 别那么生气啊 是啊 就算有些矛盾 也是打断骨头连制机 这种关系你不能不认啊 这 怎么办 宣月明永远不计 去找极格 他既然不给我面子 极格也不会惯着他 看你这么累 你去哪儿了 我去邮轮上的酒吧打工了 有困难和我说 没没困难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想找点事情做 我先去洗澡了 喂喂 宣月明 站住 等我们走一趟 不去 你 极格要见你 你不去也得去 极格 你不说我倒是忘了 他还欠我钱没花 走吧 认怂了 算你实相 极格 给钱 这是什么地方 你还敢要钱 给你个大嘴巴子要不要 别废话 还钱 你还敢打我 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废话那么多 就说给不给钱 我这里这么多人 你还敢嚣张 真是活腻歪了 上 给我剁了他 上 肯打极格 人大功还没约 这怎么可能 宣月明 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可恶 小子 你给我亡 拿手指头堵枪眼 我看你是疯了吗 这宣月明自找灭亡 就算厉害 还想以肉体对抗枪械吗 纯粹是活腻歪了 我成全你 我的手 垃圾 宣月明 大家都是同学 宣月明 我是你的 那又如何 我 我有绝活 就这 还说你有绝活 你这样的女人下半辈子 还是不要说话了 来 待会给我拍清楚点 交给王公子全程直播 放心吧 敢杀手之前 我是做短视频的 有经验 能 那小子来了 快 准备好 小子 你给我站好了 更长 对 就站在那里 角度刚刚好 颜逼 虽然师父亡了 但跟着洛克大人 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也看出来了 洛克大人有无敌之姿 师兄 如果能加入超人组织 你我就起飞了 那是 师弟 我没看错吧 那是宣元明 是他 化成灰我都认识 他怎么会在这里 好啊 这小子竟然也在 那就让洛克大人灭了他 小子 挺知趣 既然站好了 我给你个痛快 好好拍 我现在给他绝命一记 我公司肯定喜欢 你是不是傻 你在什么 没看到我在拍摄吗 为什么不按剧本走 两个冲脸 就把你吸吸脑盒了 好 告诉洛克大人 散了他 好 这两货你们从哪里找来的 我让他拍视频 他们直播干什么 啊 这 蠢货 直播就直播吧 还被人人海里了 本公子的脸都被丢尽的 公子 还是老夫出手吧 不了 这次抓活的 我要在他身上献奋 哼 手道擒来 大哥 你到哪里了 还在公海 需要几天的时间 现在岛上形势有些复杂 国内孔家来人 还有国外不少神秘组织派人前来 要不我从国内调写高手来协助你吧 不用 大陆之河不是普通人能得到 却再多人也不用 等我到达即可 一个普通武者罢了 老夫出手是你的荣幸 小哥哥 我正好没事 这几天我当导游 带你在游泳上转转吧 王公子怎么还没有解决掉宣月明 谢家小姐在 不好出手 还需等待时机 王公子 这事不能怪老夫 实在是这宣月明和谢小姐溺在一块 根本没有分开过 我找不到下手的时机啊 可恶 宣月明你找面 他竟然和斯诺待了这么久 把吴梦给我找来 本公子等不及了 必须要下狠手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一百万 这么多 你这次要我做什么 很简单 把谢斯诺和宣月明分开 让斯诺把这小瓶的药水喝上几滴 我要和他生米煮成熟饭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 吴梦这可是一百万 斯诺怎么说也是我的好姐妹 我不能害他 吴梦你想想我王公子哪一点比不上那宣月明 谢斯诺和我在一起才是绝配 你这么做是在帮他而不是害他 如果被斯诺知道 他会恨我一辈子 放心 我保证他永远不会知道 等我和斯诺结婚的时候 我再给你一份大礼 这好吧 斯诺我这是在帮你 如果你学到幸福 你不能怪我 洛克大人 先真万确 那打败我师父古尔纳的小子 就在船上 我师父古尔纳 间接因他而亡 绝对不能放过这次 能打败古尔纳 说明有些实力 但对于我来说 对他提不起兴趣 洛克大人 那小子很可能进入到了大宗师领域 大宗师很厉害嘛 我曾在漂亮国灭过一位 虽然我对他没啥兴趣 不过 超人组织是要脸面的 找个机会 我扔他去海里喂活鱼 诺 我们去酒吧玩玩吧 听说这里的酒吧是露天的 很不错 小哥哥 我就不去了 我会帮休息 那我也不去了 陪你一起回房休息 思诺 你不能这样扔下我不管啊 也没多长时间 陪我去玩玩吧 我一个人多无聊 小哥哥 要不我们去玩一会儿吧 行吧 徐渊明 你过来了 喝点酒吧 喝点酒吧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我们准备了酒 那好吧 小月明 你们好好玩 我先去忙了 诺 喝杯酒吧 这酒 这酒还是别喝了 这叫什么话 今天大家开心 喝点酒算什么 思诺 我陪你一起喝 这 好吧 薛月明 你还愣着干什么 喝啊 不喝就是不给斯诺面子 哼 我都要看看 这女人要干什么呢 喝吧 喝了后 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我 我感觉头有些晕 可能是酒太裂了 我扶你进去休息会儿 我扶你进去休息会儿 这薛月明怎么还没有发作 你没事吧 薛月明 斯诺不胜酒力 我先扶他回去休息 你就不用跟着了 你在这里玩吧 小抱歉 斯诺 别怪我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事情办得不错 王公子 待会对斯诺轻点 放心 本公子办这种事一向很温柔 酒他都喝了 都喝了 我加了大机灵 那就好办了 无论本公子怎么摆布 他都醒不来 他怎么有些晕 你 你怎么醒了 古梦 王琪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斯诺 你别误会 误会 我现在问 你们在干什么 你喝醉了 我扶你进来了 那王琪怎么会来 他爱这里干什么 王公子也是担心你 过来看看你 看我 为何要趴在我床上来 他 他 行了 五梦 你从小就不擅长撒谎 就不要继续变了 斯诺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不会害你的 五梦 事已至此 没必要解释了 斯诺 我摊牌了 我让五梦在你酒里下了药 什么 你无耻 你无耻 无耻又怎样 谢斯诺 今天你必须成为我王琪的女人 放开 敬酒不吃只罚酒 王琪 你放开我 谢斯诺 不知好歹 我王琪哪一点比不上轩元明那穷小子 竟然每日和那小的腻在一起 不给我一点机会 今日就别怪我来硬的 王琪 你疯了吗 你敢动我 谢家不会放过你 等到木已成舟 谢家自然也就认可我王琪 五梦 你快出去叫人 这 五梦 事已至此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事成之后 我再给你一千万 好的 我老实点 五梦 帮我摁住戒斯诺 王公子 这不太好吧 快点 事已至此 你还有选择吗 五梦 你不要住这为念 五梦 到了现在 你就跟着我把身心做成才有活路 是 快点 职责生变 思诺 我也是为你好 跟着王公子 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谢思诺 今日本公子让你见识见识 你们这两个畜生 放开我 喊吧 外面本公子已经安排好了人手 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小哥哥 救我 没人救得了你 那小子来了我剁了他 是吗 谁 是你 你小子敢吓我 小虐 小哥哥 坏魔好事 我要寡了你 来人 都给我过来 公子 小子 现在你插指难逃 哦 我为什么要逃 给我把他大谢八块 丢到海里喂鱼 黄公子在这里就是天 这 哼 什么 这 富朗 这小子有些本事 你有把握吗 公子放心 老夫已迈入宗师境 此则我只出一击 富朗 什么 王公子 现在怎么办 不用慌 本公子有超能力 喂小子 这是五百万 这是五百万 够不够 白痴 哼 强装镇定是吗 我加了个零 千万 你跟我混 后面我可以给你更多 哼 果然不出本公子责量 没人可以抵御超能力 这边去 留着给自己付一样费吧 王公子 哪里掉下来的家伙 我 五千万 救我 斯诺 我错了 我也是受到王琴的蛊惑 你一定要原谅我啊 古梦 以后我们的姐妹情谊 一刀两断 你好自为之 五千万 在真正的超能力面前 超能力 没有任何作用 我给 救我一命 救他 洛克大人 我只是乐于助人 和前美关系 你再说一遍 打你的人叫什么名字 宣言明 宣言明 有什么问题吗 竟然和我们要对付的人是同一人 你们也要对付宣言明 那家伙可是有些本事 我身边的宗师 都被他秒了 你们 行吗 宗师算个球 洛克大人 是超人组织的成员 灭宗师 如探囊起物 漂亮国超人组织 我听说过 那可是超强的存在 我仰慕已久 既然如此 请三位好汉顺便 帮我灭了那宣言明 十个亿 啥 多少 吹我十个亿 我灭了宣言明 你不是说乐于助人吗 有钱乐于助人 没钱乐于揍人 好吧 我给 小哥哥 到了漂亮国后 你住我那儿吧 我不去漂亮国 不去 那你去哪儿 到了 就是那儿 啊 你要去荒岛 我该走了 后会有期 宣言明 站住 货王公子又回来了 王岐 你还敢来 宣言明 好久不见啊 有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洛克大人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洛克大人是超人组织的强者 超人组织 小哥哥 超人组织在漂亮国很聪明 里面的成员 各个都是高手 所以 有识 小子 小子 故作淡定 对不对 你现在内心一定是颤抖的 被吓得不知所措了吗 还可这儿给我装呢 神经病吧 洛克大人 洛克大人 打他 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你们超人组织肯定办得到 哼 你 嚣张狂妄无知狂徒 洛克大人 我再出一个亿 让他给我跪下赔罪 你叫宣言明 不是 不是 那你叫什么 宣言大爷 你 敢耍我 没想到小哥哥以后太玩笑了 您知故问 我时间很多吗 哼 果然是个不知之夺 我会让你 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我帮你 什么 这股气势 他怎么会 洛克大人 大人怎么会了 这个背影 如此熟悉 早上那天 早上东方神迹了那人 我竟然惹了这样的强者 啊 洛克大人 你在干啥 别让他跑了 打他呀 你 你打我干啥 你这个蠢货 竟然给我招惹如此强大的敌人 下去反省吧 洛克大人 什么情况 闭嘴 那人不能惹 你们给我记好了 什么 洛克大人竟然说宣言明不能惹 走 小哥哥 再见 此岛确实不凡 有一股特殊的灵力存在 到了之后 会在这里找到吗 岛上似乎人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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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 孔小姐 这里不是你能踏足的 原路返回 可以饶你一命 你们知道我是谁 还跟祖拦 十二豪族孔家 我们自然知道 但就算豪族 也没有资格踏足这里 这座小岛是我孔家在开发 如何不能踏足 我再说一遍 让开 孔喜堂 你这是在自去灭亡 全部灭了 小姐 珍惜人身手不凡 孔家宗师级高尚 全部出战 失算老几 孔家今日 一个不留 可恶 这人难道是大宗师 小姐 低估他们了 我先掩护你撤退 好得了吗 你到底是谁 在替谁卖命 你孔家惹不起的人 既然是我孔家都惹不起的人 应该看不上这里的金矿碗 为何要让我孔家退出此地 此地涉及到一些玄妙的东西 你孔家只是豪族而已 没有资格接触 玄妙的东西 是什么 不配知道 谁 现在 你上路 完了 躲不开了 都是你们自去灭亡 谁 哪来的小子 薛元明 我不会出现幻觉了吧 薛元明怎么会来了 小子 我给你个机会 别多管闲事 分开 笑不快 笑不大 别露锁 你 撑狂 给我灭了他 不知所谓的小子 走 少路不准备了 是 小子 还有几分本事 求让老傅来会会你 小心 此人实力至少大宗师 大宗师 小子 薛元明 果然不会让人失望啊 薛元明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这找件东西 你呢 我孔家在这里 有一座金矿 但是最近怪事连连 所以过来看看 没想到被人半路追击 怪事连连 小戏叔叔叔 其实就是金矿下面 出现了一些古代人影 过去之后 却没有实质 很像是海市蜃楼 所以传言下面闹鬼 无人再敢下去 同时也有几方势力 在打金矿的主意 今天这里就是其中一个 这里是这座岛屿 唯一的小镇 基本所有人都住在这里 西藤 你来了 方威 你怎么在这儿 旅游 我来这里旅游的 旅游 这种烂理由你也敢说出口 这位是 和你无关 我们走吧 站住 小子 我在问你话呢 无奈十二好族方家大公子 你报上名来 你吃错药了 你说什么 白吃药你自这里叫我啥 小姐我 我这抱脾气 你恐怕不知道 本公子是个武者吧 我一个过签摔 没动 鞋门 你看着不胖啊 本公子要用全力了 你干什么 放 放给我 又去 走吧 小子 你完蛋了 我不会这么算了的 口气旁 我这次有备而来 我由大人物成药 你等着后悔吧 大哥怎么还没来 玄月明等等 那是 那是那位吗 他怎么会在这儿 大哥 是我看错了吗 看来到这里 你们竟然自投罗网 秋叔 你今天休息的可好 嗯 秋甲 果然是他 小子 我秋叔在这儿 就问你怕不怕 真的是大哥 分量 你应该知道 你十个孔家都不行 现在要不要藏了我 玄月明 麻烦了 那位是秋老 秋家的实权人物 秋家你可能没听说过 但我可以肯定说 是我们孔家仰望的存在 小子 怕了没有 现在给我跪下 此时耳光一百下 让我听个响声 秋老 我是孔家孔喜堂 秋老是我说 孔喜堂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完了 没想到方威和秋家 有这么深的关系 小子 你是吓傻了还是没听明白啊 给我跪下 秋叔 你打我干什么 大哥 你来了 什么情况 秋老管轩原名叫大哥 什么 大哥 秋叔啊 你可要看清楚啊 这就是个嘴上没毛的小子 你管他叫哥 你有意见 我 我没意见 我这不是徐子 叔叔来了 快来打声招呼 叔叔好 变得这么快 不怕闪了自己的腰吗 青矿 青矿 一座金矿下面 散发的气息和大陆之河很像 青矿 这座岛上就一座金矿 应该是我家的 去看看 到了 就是这里 叔 我要不 叫点人过来帮忙 有啥事你尽管吩咐 小子一定办的 方威 你和轩原名很熟吗 熟啊 当然熟了 见到叔的第一刻 我就有种熟悉的感觉 反过生生世世 我都是叔的亲侄子 你离我远点 太恶心了 救命啊 救救我 快跑 发生什么了 这 瞬间 瞬间就没命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中了某种尸毒 回来 什么 我去啊 送尸 老师 大哥 下面有异变 薛月明 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变成这样吗 师奇 下面有异变了五师 老师 说 这不是丧尸吗 古师一变 必有灵犬 下面是不凡之地 武帆 武帆之地 叔 你是说下面 有大纪元 我喊你别而去 大哥 我就安排些人手 下去探探 不用 我亲自下去 我陪大哥 还有我 我也去 你们都 叔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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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无未有之大便局 我来了 我们家的人已经进去了 我们也进去 莉娜 就是这里 走 进去 不管谁要阻止我们 要统统干掉 我怎么感觉这里 阴气森森的 这座金矿 我孔家 已经开发了十几年 属于我孔家优质矿产 但是因为开采难度大 位置偏僻 所以这十几年来 一直没有什么人关注 但是最近 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些莫名的势力 来自打这座金矿的主意 这些人不清楚来历 唯一的目的 就是想要霸占金矿 西唐 你放心 有书在 那些人蹦倒不起来 小心 小心什么 前面山也没有了 我去 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这么怪物啊 叔 救我 什么 防御怎么会这么强 小姑娘 让我来 大哥 这东西太硬了 我一道竟然没有毙了它 这不从寻常 我来吧 我 我属牛啊 这东西叫地魁 只有在充满灵力的地脉才会出现 而这只地魁的身体异常强大 说明地脉出现变故了 变故 会有什么变故 地灵有限 万物复苏 包括那些邪物 还有那传说中的大陆之河 也许会在此地显示 下面还有人在干活 好像他们没有受到影响 经过出变故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赶紧出去 我说 你们听不见吗 喜唐在和你们说话呢 喂喂 你这家伙 竟敢不搭理小爷 什么玩意儿 薛元明 他们怎么了 鬼换身 这是鬼换身 这些人 被邪髓偷走了身体 邪髓便换成他们的模样害人 你们是 老夫 齐云海 大宗是齐云海 没想到这等人物也来此了 你们都让开 老夫解决这几个邪髓 好热闹啊 外国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雷神组织的成员 雷神组织 是和超人组织齐名的 国外超强组织 他们来凑什么热闹 这几个被黑暗污染的东西 净化他们 雷神刺服你们 都化成灰 我去 被这外国佬装到了 这就解决了 你说什么 再敢出言不许 舌头给你挖了 别吹你啊 我输在 还怕你不傻 卑微东方人 看来要给你一点教训 别浪费时间 办证事 东方小子 算你走运 诸位 这里是我孔家金矿 你们来此 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孔小姐 老师 你守不住此地 此地 乃是机缘之所 不如趁早撤出 还可全射而退 你威胁我 雷神给我们指引 此地将会有大事件发生 不想丧命在这里的 退避翻射 一个个吹得挺大啊 齐云海小崽子 还有你们几个外国猴子 你们再当着我的面狂一个试试 王子 你竟然敢对齐大宗是无礼 灭了你 我来教训这个臭老头 等等 他很厉害 你不是对手 朋友 你是哪条道上的 连我齐云海都敢惹 谁说你朋友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这是逼我出手 你出手吧 打费你 极有此理 看来本宗师 有心在此立位 你竟我一阵 妖宠小剧 这怎么可能 其他宗师竟然被打飞了 吴鹰小 难道你是 我叫邱三 这难道是江湖传说中的 乌鹰腿邱三爷 邱三爷辈分极高 都以为他已经先世 没想他还活着 这么一尊活神仙 确实有资格交掌 果然是邱家邱三爷 之前是我无礼了 以后低调些 邱三爷 我来此也是受人之命 你是成名已久的老前辈 但我还是想说 此时水很深 少给我在这神神秘秘的 你让你背后的人过来 看我灭不灭他 看 这是什么 怎么会 石头流血了 是刚才那几个 被腿换身的工人 打电钻的地方 我去看看 是什么东西 老父也去看看 这些血液粥 蕴含着邪气 打碎这些石头 看看有什么 不要打开 年轻人 你以为你是邱三爷 也配命令我 这东方小子害怕罢了 还不如早点出去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你们这些无名小辈 算了算了 阎王拦不住要来的快 我来打碎他 好鹰 老夫来 老夫都要看看 这石头里面 有什么东西 这是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妮娜 这是什么恶魔 这股邪恶的气息 这是来自定狱的恶魔 方天老夫 可恶 老夫 大宗师 宗师 其他宗师 你没事吧 这 这怪物不可敌 快快扶我离开这里 怎么办 撤 薛月明 我们怎么办 这东西图有其表 虽然强大 但有致命弱点 一瓶矿泉水 就能消灭它 无知之徒 正是实力在大宗师之上的邪魔 你胡编乱造也要有些根据 他中我们来了 一瓶水呢 我来试试 不要怕 相信薛月明 真是疯了 这小子的这种风化野心 这怪物多厉害 老夫是知道的 到时候 你都不知道怎么没命的 东方人真是脑子有坑 拿一瓶水去对付这个大家伙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我要欣赏 他美妙的哀嚎 好 不慌 薛月明绝对不会骗我的 给我失败 这 傻了吧 矿泉水根本对怪物无用 这小子是故意让人送命 走吧 这女人下场已经注定了 哇 完了 怪物换回灰尽了 薛月明果然没说错 这怎么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夫掩化了吗 大哥 接下来去哪里 这里应该有通向地脉的门户 找找看 找到了 就在这里 嗯 走吧 齐大宗师 我们出去吧 胡说八道什么 哼 跟上去看看 齐大宗师 走 我们也进去 好热啊 齐大宗师 我们这是往哪里走啊 我快坚持不住了 要你们何用 坚持不住 也要坚持 怎么 还能回复过来吗 我有一种 踏入地狱的既视感 我说 还要走多久 我也坚持不住了 坚持不住就出去 别在这儿念叨 到了 这是 哪里 这儿呢 那里是什么地方 我们不会 来到地心了吧 那颗珠子是什么 大哥 那个珠子 是大陆之河的气息 太好了 这么多年 真的找到他了 那颗珠子 肯定是了不得的宝贝 我去取来 站住 老头子 我劝你们老实待着 这东西我们要定的 小兔崽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 让他去 换你们学校 怂祸 可恶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 不要拦着人 刺取灭亡 这应该是神话中 传说中的神物 果然大地将变 各种机缘层出不穷 我去取来 什么 这是什么怪物 活该 让你嘚瑟 这下老实了吧 灭了你 什么光环 拿命来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神上光环了 莉娜 你没事吧 叫支援 那只野兽不可敌 快 快叫支援 老虎亲自出手试一试 不要用雷法 雷法会让火法更狂暴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指导我 老虎猫 刚才在外面不听劝 现在还不听劝 这两个后生 不尊长辈 我先教训你们一下 你干什么 九三爷 我教训个后辈 你也要管 你敢胡说八道 放开你的狗眼 给我听好了 这位是我大哥 你敢对他不敬 我废了你 什么 大名鼎鼎的秋三爷 竟然像一个年轻人叫大哥 没想到这小子 才是这群人的老大 有些意思啊 老虎猫九三一个面子 不合你计较 不过老虎猫也用雷法 也管不着 小小人兽 看本大总是五雷正法 怎么样 小子 我把岩兽灭了 你还有何话要说 是 什么 神圣守顾 好热 我叔 救命啊 你小子 一点事都没有 我叔牛 这 快 马上给我五尊大人打电话 快 请五尊大人请侄 五尊大人 大哥 我去把大鲁之河拒来 我亲自去 这小子 不要命了吗 野兽如此强大 还敢进去 不必管他 抓紧时间恢复 那件东西 应该不是凡物 小子 别不自量力 等会被烧得 连骨头都不剩 不自量力 都被烧成这烂样了 还在路里啰嗦的 小子 你敢趁老夫受伤出手 我就出手 我叔爷是你能说的 看我教训你 小子 你不讲武德 岩浆湖边上的温度这么高 这小子 想怎么过去啊 怎么也过不去 靠近这岩浆湖温度 都能达到一百度以上 这小子在硬撑着 坚持不了多久 他不会有事吧 放心 大哥不会有任何事 叔叔 宣言书到底啥境界啊 不知道 没人能看得透他 这是怎么回事 岩浆都不能奈何他 你用神圣守护 我也可以做到 但坚持不了太久 看他能坚持多久 他已经走到岩浆湖的中心了 小看他了 师父 哼 什么 这一拳 怎么可能把岩兽打爆啊 纵然如此 我仍然不看好他 因为有大量岩兽出现了 我去 这么多 我说还行吗 真是忙 你终于跟我吹 什么情况 岩兽们怎么跑了 算他足利 小子运气真好 岩兽们竟然自己跑了 确实是大陆之河的气息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 果然如此 这只是大陆之河的投影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处 这是 大陆之河的投影 为何变成了这种形状 大哥 拿到了吗 拿到了 就是这个 飞蝶 什么情况 这就是大陆之河 这自然不是真正的大陆之河 只是其投影 但投影如此模样 确实让人吃惊 这也太像飞蝶了 可恶 宝贝被他们得到了 小子 怀必其罪 等会就是你哭的时候 李娜 是你召唤我 洛克 你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洛克大人来了 宝贝还是我们的 李娜 我正在返回漂亮国的路上 这么急 有什么事 是 这里出现质宝 被那家伙拿到了 你灭了便是 何必叫我 什么 这是 什么情况 玄渊明怎么会在这里 本来叫你对付颜兽的 不过既然宝贝被拿到了 颜兽就不必对付 来都来了 帮我出手一次吧 洛克大人出马 一个顶俩 此地无人是他的对手 齐云海 叫老夫来何事 拜见武尊大人 你怎么回事 这么狼狈 回武尊 是被此地的岩兽炸的 那岩兽呢 跑了 跑了你找我做什么 玩呢 武尊大人 这里有宝贝 就在那小子手里 宝贝 那东西的气息不凡 是什么 小子 把东西拿过来我看看 走吧 站住 我让你把东西拿过来 你没听见吗 你是哪里的杂盲 也没并列我大哥 老东西 你敢骂我 武尊大人 那是邱三爷 邱三爷 邱家之人 邱家又怎么样 也没有资格骂我 我年轻的时候走到哪里 不都是被人召一声靓仔 真是无语 邱三爷 你给我道歉 否则这事没完 揍你个头 要打就打 别啰嗦 老夫这暴脾气 真是被你毒进来了 小子 我交出宝贝 吃不了兜着走 这老家伙 差点闪了我的腰 合着不敢对邱叔动手 觉得我宣言说好欺负啊 那你 可真是找对人了 宣言说 揍他 慢着 东方武尊 那宝贝是我们的 西方势力 你们也敢插手本武尊的事情 小叶吗 老家伙 和你好好说话 你听不懂是吧 我洛克大人在此 不服灭了你 闭嘴 武尊不好惹 武尊 我有个想法 你看这样如何 我们先对付那小子 拿到东西后 再讨论如何分配 可以 那就由我们先上 让东方武尊看看我们的实力 我先来 洛克大人 给我压阵 小子 拿命来 我这是在哪儿 我经历了什么 有些本事 我来 黄色炎火 怎么会 你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打败 丽娜 不慌 我们还有洛克大人 洛克大人 灭了他们 怎么又碰到他了 洛克大人 闭嘴吧 一群蠢货 洛克 出手吧 宝贝不能被他们带走 对他出手 不是找虐吗 丽娜 洛克大人是不是龙了 他怎么不会化 奇怪 洛克大人 上啊 别命令我 洛克大人 你打我做什么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就这么走了 什么情况 废物 竟然被吓跑了 看来还是要本武尊亲自出手 小子 小子 我让你一只手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又怎么样 你还能伤得了我不成 好 陪你玩 好 哼 怎么样 被我挡住了吧 你以为两只手 你以为两只手就能挡得住哦 小子放肆 我两只手怎么就挡不住你 本武尊也要灭了你 我挡住 我挡 啊 啊 啊 我的胳膊 什么 奴尊他竟然不是对手 你 怎么会这么厉害 仙人我就是这么厉害 好耶 我输霸气 走吧 丽娜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不想让他走 你去拦住他 我不想我不想 不行 还那么多废话 走 回去找十二天使代理人出关 用神圣光束 灭掉那个轩原明 那家伙得到的宝贝可能 关乎神圣天使的降临 武尊大人 你没事吧 看我像没事吗 赶紧通知武圣大人 此事非同小可 我能感觉到 那小子拿的宝贝大有来历 可能关乎圣明清零世间 不可小失 这到底是何物啊 散发的光芒 竟然如此温暖 让我相信了 妈妈的怀抱 我能感觉 我的境界在松动 大哥 怎么样 确实不是真正的大陆之河 只是大陆之河的投影 投影出现在这里是为什么 这恐怕是一把钥匙 钥匙 你可以理解为人 开启灵气复苏的钥匙 灵气复苏 难道这等玄之右权的事情 真的会发生 不确定 但我感觉会 因为末法时期停留了太长时间了 这天地 这天地应该要大鞭了 接下来 我要开启大陆之河 你们站在我身边 这也许是你们此生最大的机遇 好的 我就待在你身边 不离开 好温暖啊 我的境界在松动 好质纯而浩瀚的能量 好质纯而浩瀚的能量 五者七层 好兴奋啊 五者八层 九层 这家伙破镜的方式 有些奇葩啊 我也来了 宗主 我突破到了宗师境 我以为此生无望 没想到竟然突破了 怪不得宣渊明说 这是我们此生最大的机遇 该我了 七十年了 整整七十年没有突破的境界 今日终于松动了 这是什么境界 还真猫金光 应该是超越大宗师的存在 超越大宗师 那是什么境界 你想都不敢想啊 大陆之河 要迎来最强的爆发了 大陆之河再次让我进入了一室领域 大陆之河的能量渗透了进来 自涌入这一小块陆地 停止从外面吸收大陆之河的能量了 大陆之河投影的能量吸干了吗 而且陆地也长到了一个篮球场大象 小树又长高了一些 这个地方看来可以吸收天下最顶尖的能量 和质宝进行助击成长 不知道这么成长下去 会不会成长为一片大陆 这些问题太过遥远了 先出去吧 我在里面待了三个时辰 外面好像只过了几分钟 这就有意思了 之前我在里面都是待了很短时间就出来 一直没发现 内外的时间流速竟然不一样 大陆之河要迎来最后的爆发 刚才发生了什么 那里白光好耀眼 大陆之河的投影消失了 大河 发生了什么 看上边 感觉上方好浓的灵气波动 这是 灵气复苏了 灵气复苏 大陆之河的投影是一桶钥匙 开启灵气复苏的钥匙 灵气复苏 一个大时代来临了 新的修炼盛世已经到来 跑啊跑啊 我终于等来了灵气复苏 老祖我的时代来临了 天地已变 修仙纪元到来 统治下去 竹山剑派出世 是 万妖殿出世 统治各路妖族 前来尽见 龙宫现世 主宰四百 内库超人说他在这里 怎么没看到 他不会找错地方了吧 我说什么 内库超人觉察到 宫中有异动 过来查看了 必须尽快找到他 不然那小子 带着宝贝跑了 看窗外 这些是什么东西 感觉不对劲 这很像 东方传说中的灵气 这里 怎么突然出现了大量灵气 灵气 这东西不是枯竭了几千年了 怎么突然涌现了 快看 是内库超人 他果然在这里 内库超人先生 这边 你们找我何事 超人先生 有个东方武者 需要你出手对方 中方武者 洛克 你也不是对手 洛克因为惧怕 根本就没有出手 真给组织丢领 不是我不出手 那人叫薛月明 我见识过他的本事 确实很厉害 我劝你们 也不要招惹他 仗他人志气 灭自己的风 内库超人是西方排名前一百的强者 绝对能灭了那个薛月明 现在天体发生的未知的变化 还不知道变化的来源是什么 不过 随着这种变化 我有预感 东西方的强者 早晚要迎来一场大战 如果大战 我们的实力肯定碾压他们 我们绝对能灭掉那些 不自量力的东方武者 到那时候 我要他们跪在我面前臣服 先带我去找那个什么薛月明吧 大哥 如今灵气复苏 我们何去何去 真正的大战之河 恐怕不会隐移太久 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去寻找大战之河 第二 就是灵气复苏 会有大量的天才地宝现世 多多益善 好 我知道了 我会把所有高手派出去 寻找天才地宝 我们也该离开 不急 有人过来了 这些东方武者果然还在 这次有内骨超人在 一定把你们碎尸万段 是那些西方异能者 下方的东方武者听着 交出宝贝 留你们全尸 这些西方异的东西都给我下来 放肆 东方爬虫 你敢挑衅我们 滚过来 小兔崽子 你说什么 有大量 再说一遍 老东仙 那股超人先生在 你敢动我 你敢动我们的人 找灭 你也给我过来 什么 超人先生 救我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本人 内骨超人 逗死我了 见过内裤外穿的 没见过内裤透透的 你们是我见过 比较厉害的东方武者 所以呢 你要不要投降 给你留个全尸 不然 等我输出手 你可没机会咯 放肆 敢对内裤超人不计 超人先生 把他们都灭了 所以 我给你们出手的机会 正好让我领教一下 东方术法 我满足你 你们这些人有些实力 算不错 但对我而言 你的攻击 就像是挠痒痒 还不够 能挡下输你的攻击 还不错 这家伙 有机把刷子呀 没了你们出手的机会 可你们没把握住 接下来 该我了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提前投降 让你们 让你们王的体面 让你们王的体面兴 让你们王的体面兴 你这内裤套头的怪人 竟然能伤到我 看来值得我认真对待了 接下来 就让你试试我的新招式吧 秋叔已经超越大宗师 这超人能和秋叔过招 岂不是至少有大宗师的实力 想不到 西方也有些不错的高手存在啊 薛元明 这西方异能者是什么路数 感觉他的身体像钢铁一般坚硬啊 刚才秋老的一击 竟然都未伤他分毫 魔道 魔道 怎么西方世界也有魔道 这不是华夏的道统吗 修炼纯肉体能 这是自古以来的魔道路数 没想到在西方世界便离开花了 为你逆当 被我斩 中了 这是啥啊 内裤超人先生连动都没动 直接用肉体扛下了这次攻击吗 走吧 走 还没打完呢 这个内裤超人这么嚣张 不干掉吗 以免后患啊 没打下去的必要了 实在是太弱了 我才开始发力 只出了一招 你们装什么装 超人先生站着都没动 你们是不是想趁机跑路啊 一群胆小的东方武者 丽娜小姐 这几人一定是害怕了 认怂了 知道打不过超人先生 他们就是一群土有殉民的胆小鬼 找机会 一定要灭了他们 超人先生 那几人已经被你吓跑了 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击 超人先生 你怎么了 他们已经跑路了 超人先生你说句话 超人先生 你到底 什么 这是 内裤超人他 他已经亡了 我早就和你们说过 千万别去招惹这群东方武者 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连内裤超人 都被内人一招斩灭了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超人先生 子弹都伤不了他 怎么会就这么 我们几个回去总部 怎么交代啊 我说了 不要去招惹那些东方武者 你们不听 你想想回去怎么说吧 大哥 海里有什么变化吗 现在没有风浪 崩河日丽 晴空万里 没什么特别的 灵气浓郁了许多 赤美王俩都出来了 也就是说 现在海里 夭壽航行 不错 灵气复苏 水里的东西安耐不住 恐怕都要出来了 看 说什么来说 那是 那是 许乐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辣 有海药作祟 既然如此 就让老夫去解决它 哎 我赛 何人 敢阻挡我寻海夜叉 不是海上 你又是何放药物 我乃龙公寻海夜叉 再次为龙三太子开路 那为何要毁坏我们的船只 因为你们挡了路 人族蝼蚁一文不值 还不快让开 有我 你真是时刻浪打灯了 找我去 你敢打我 那海里对我们寻海夜叉动手 你 管你什么太子 怎么敢寻海夜叉 听到被刺激过 你放肆 我是高贵的海人族 我化作鱼的资料吧 今天被除了你这个妖孽 什么 不 啊 修书还是梦啊 这些海族太霸道了 我该 正主来了 谁害了我的苦从夜叉 自然是你爷爷我 好强的一剑 丢着点儿 别闪着你的老腰了 大哥 人里那畜生不简单 区区人族 在我的地盘也敢这么放肆 现在 你们就是跪下忏悔也没用啊 虾兵蟹将 装实弄鬼 回你的海里去 好 我就成全你 下来 一拳反弹了我的攻击 这 这怎么可能 三太子 快 快去支援三太子 不可饶恕 我好大的胆子 你是当真不知道我的身份吗 所以说了半天 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啊 所以说了半天 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啊 所有人 一起上 灭了他们 一个不留 上 上 上 抱歉 我讨厌海鲜 尤其是这么丑的海鲜 麻烦帮你们裹回去 竟然是有些本事的蝼蚁 那就让本太子亲自把你抽皮八斤 我看你没有这个本事 你 不可能 是在钢复速 神速怎么可能会有你这种 可恶的人类 蚂蚁 你彻底冒犯我了 那又如何 一群水里的臭鱼烂虾而已 去 莫要成口舌之快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厉害 零起星级 神龙飞动 天哪 这是龙啊 还是第一次 看到一条龙 我要你们人类毁灭一座城池 浮尸百万 才能起我心头之恨 你说出这话 就注定了要亡 大言不惨 你等蝼蚁一般的人类 今日 我就将你们打得魂飞魄散 你又是顶不住了 好强大的威亚 今天一只手就挡住了我的攻击 怎么可能 你只不过是一个凡人 你哪来这么大的系列 你一旧一只也敢叫嚣 还有什么手段都拿出来 对付你 对付你 一只手足矣 你敢偷服我 再来 我要把你抽成你探碎肉 草宁 快结束了 上去吧 人类 你怎么敢猜我高贵的头颅 老实点 我快上去 接下来抽你龙巾 你 你在干什么 不 刚才扬言要屠尘的那股子 嚣张劲呢 你放肆 龙公会毁灭你的族人 你的城市 你的国家 这傻龙 到了现在还在和大哥说狠话 死不足心 看来你是真不知鬼吧 那就成全你 你 不 我是高贵的龙巾 你怎么能 哪子呢 快回龙宫禀告 这龙巾野年异兽 给你了 我且大哥 大哥 我 我一份力未出 这 这多不好意思啊 不愧是灵气复思的大机缘 连龙宫都出现了 薛月明 我们毕竟灭了一条龙 后面龙宫会不会报复 自古以来 龙族都极其互端 牙子必报 那你该如何应对 来一条龙 多一条龙巾 不好吗 我是威武 霸剑 学校里的气息有些不对 薛月哥哥 你回来了 你最近修为长进了不少 看来这段时间 没少努力修炼 学员哥哥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不仅是我的修为突破了 学院里其他人也都修为突破了 怎么回事 前几日 电视上突然广播 天地灵气复苏 什么鼠山剑派 吴老冠等古老门派相继出世 我就感觉到 空气中似乎多了些什么 修炼容易了很多倍 之后 突然有一天晚上 学校里操场上霞光涌现 灵气暴涨 很多人因此受益 修为突破 据说是学校里 涌现出了一处秘境宝地 有意思 这里竟然也出现秘境了 看来这秘境是随机出现的 学员哥哥 我带你去看看 不用 先回去吧 天呗 先杂人党 退后一百米 否则后果自负 不必紧张 就算你们来十个人 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是我男人 嗯 你说这话 清过我的同意了吗 你这几天去哪了 歪出半点事 我要离开这里了 啊 慢走不送 我短期可能不会回来了 那 祝你一路顺风 你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的吗 宇宙的本质 是不断追求更真的真相 原来如此 不愧是我男人 这个回答 不压于给了我一次 玲珑合一的极致享受 你这思维 还真是跳脱啊 再见了 我唯一的男人 如果还能再见 我可不会放手了 薛元哥哥 高老师好像要去研究某些秘密项目 和灵气复苏有关 这一去 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 你真的不和高老师好好地道别一下吗 薛元明 薛元明 你回来得正好 我有急事找你 什么事 操场上出现秘境的事情 想必你也听说了 现在因为这个秘境 我们学校被歌风势力盯上了 如今 灵气复苏 冒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势力 我们学校已经不甘其扰 需要我做什么 我爷爷的意思是 让你做真秘境 阻止那些人对学校的窥探 可以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这不像你的风格啊 我有个条件 里面的东西归我 可以 不过你留一半 剩下的一半交给学校 毕竟现在灵气复苏 爷爷想把这里打造成一所修宪大学 成交 治小子 倒是有点意思 太神奇了 这里竟然有传说中的秘境 里面肯定有不少宝贝吧 听说秘境还没完全开放 里面的宝贝都是仙道仙德 但是我这一个小时就看到至少有三股势力前来探查了 哎呀不太平了 刚才那几人来厉非凡 不好惹 还好被我们劝走了 好像是七大王族的人 王族的势力远远在豪族之上 不过他们毕竟不是邪凶 不会做出太出阁的事情 哈哈哈 那是什么 黑云里面有人 灵气复苏 机缘遍地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一处秘境存在 看来我几人确实是天选之子 既然被我们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吗 哈哈哈 这一次我们可要发财了 你们是什么人 这处秘境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你们请回吧 小子 让开 我们负责看守这里的秘境 你们不许再前进了 嘿嘿 凭你也想拦我们 我再说一句 让开 这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赶紧离开 否则我们报警了 报警 哈哈哈 这是我听过 最大的笑话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年轻人的觉悟都这么低吗 哈哈哈 怕了 那哥几个就交在你们 什么叫做实力 既然如此 撒退他们 啊 什么 这 这力量 啊 啊 可恶 可恶 这些人很强 怎么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的强者 你一个个凡人 你敢不尊我党 真是狗灭 勇哥 现在 就为你的不尽付出代价吧 去死 你是谁 快放开我 你敢连你一起灭伤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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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气一复苏 你们这些跳梁小丑就跑来找事 真伤人头疼 你看上去好像有几分实力 既然如此 死 什么 什么情况 好家伙 这家伙免费坐飞机啊 哈哈哈 这都飞到太空气了吧 还爱是轩原老师 威武霸气 我要和轩原老师好好训习 看样子是遇到硬查子了 要不要先去找一号 开玩笑 先把这小子宰了 走去骑上 什么 你 你到底是谁 我说了 我是送你归西的人 你不能动我 我 我是魔门帝宗的人 所以呢 你若是现在帮我走 我魔门帝宗 还能当作无事发生 你 你可想好了 对我出手的后果 这话好像不久前 刚在那儿听过 精彩呀 精彩 精彩呀 精彩 灭魔宗 是我被修饰应尽之事 你叫什么名字 这又是哪儿来的神经兵 没完没了啊 小子 方如龙师兄问你话呢 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宣渊明 你们有何事 原来只是一位老师 我们是来自蜀山剑派 原来是近来风头无两的蜀山剑派 蜀山剑派最近人气极高 很多人为了能败入蜀山 不惜献上亿万家财 畢竟蜀山 畢竟蜀山确实厉害 我曾经看过他们图灭妖兽的视频 原来是蜀山剑派 幸会 小子 我给你个机会 看你资质不错 我引你败入蜀山剑派 小子 还不感谢方师兄 你真是走了大运了 以后就跟着方师兄一派了 小兄弟 以你的资质 无人指导 都能修炼到轻松羁绊 那几个败类的水平 自然是有资格入我蜀山的 只要你同意 今后 你便可以称呼我为一生师兄 没兴趣 既然你答应了 就跪下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没兴趣 你敢拒绝我 你算哪颗蜀 也配我拒绝你 我只是蜀山剑派的人 你敢如此如我 着面 住手 你是哪颗蜀 滚开 蜀山剑派是明门正派 怎么会如此做派 别人不愿意败入蜀山派 就要灭掉吗 从来都是蜀山拒绝别人 还没有别人拒绝过蜀山 不知好歹的家伙 他该灭 岂有此理 你们这么做 这和蜀调有什么区别 滚开 再啰嗦连你一块教训 你 你们竟然 你看 对这种不知道的人 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时间 你先退下吧 可 可他们毕竟是 黄师兄 如此不知天高地和的小子 哪里用得着你出手 我们来 小子 别以为击败了几个不入流的邪秀 你就 哼 露嗦 好好好 你果然有几分实力 既然如此 我也不会再 就这废话了 能不能快点出手 或是给你机会了 你 我 我就成选你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 我蜀山剑派是这样的像 炸 只有我们就是被抽脸的下场 哈哈 什么名门政派 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我们轩然老师 一巴掌就能将他打飞 这 这怎么可能 揮手就能将我击飞 不行 我可是鼠生的人 不能丢了面子 好好好 既然如此 是你我开杀戒的 是第一个 让我一看蜀山后都有灵界的人 应该足以自豪了 这一次 我要穿你个透心凉 看你还消不消账 什么 被挡住了 这小子 我可是蜀山剑派的 我不信 再来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有人徒手借灵界 这小子不对劲啊 我看他只是用一只手 这张风师兄的剑挡下 给我射穿他 敢挑战我蜀山剑派的权威 我要让他看看 我们蜀山真正的实力 就这种水平的东西 也好意思叫灵界 啥玩意儿 碎了 我的灵界 也被他轻轻松松地捏碎了 我不信 现在怎么会有这种妖孽的人啊 我肯定是在做梦 肯 肯踪哑了 怎么会有这种实力的怪胎在这儿 溜 必须得溜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给我零剑 我跟你没完 打完人就想跑 给我站住 还想怎么样 这重兵一剑我不要了 跪下磕头 我少你一命 你说什么 小子 你别得罪进尺 我们已经退一步了 我们好歹也是蜀山剑派的 如果得罪了我们 你也没好果子吃 我让你跪下 磕头 你放肆 我那蜀山敌死 你 你简直狂妄都没变了 你放肆 我那蜀山敌死 你 你简直狂妄都没变了 你还敢打我脸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最后再说一遍 跪下 你做梦 是可杀不可辱 你本事就 你也非得我试下 停停停 别踩了 想清楚了吗 能不能我私底下给你们下跪啊 好歹 好歹给我们手上一点 我错了 我跪下 对不起 我永远不是泰山 你们俩呢 王师兄都跪了 我们也跪吧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什么蜀山剑派 就是指狐的老虎 一碰就破碍 这些天 十个人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这次真的爽 方号出去 此处秘境万人不得进入 否则掌无射 这话 是不是有些狂了 毕竟现在灵奇复苏 强者辈出 强者 可笑 好吧 我去放话 薛月明 我相信你 只要有你在 这些人肯定不敢再乱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 此地方员百里 曾经是一个叫做无忌宗的无脑 只是早在文青年就不灭了 难道这处秘境和无忌宗有关 薛月老师 这处秘境啥时候能进去啊 还有几天 薛月老师 再叫我们一些修行功法呗 如今灵气复苏 我发现以前的修行功法不好用了 也好 你们都放松精神 好好感悟这份意义 这是什么功法 很不一样啊 感觉能让我的实力提升一大级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好玄妙啊 这 这又是什么神头 我大锤又要变强了 不知 我算是受够那些 时不时就跳出来的苍蝇 你们几个就在这里修行 事半功倍 顺便把那些偷窥秘境的人 统统打走 天地灵气还在不断地增加 也就是说 灵气复苏并未停止 更是一直在持续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灵气到底从哪里来的 我那天用大鲁治河的投影 虽然开启了灵气复苏的时代 但到底开启了哪里 爷 我回来了 如你所料 万妖殿出事了 万妖殿 贺关满营 当命 陈渊明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慢慢说 你刚走 操场上的秘境就被人强占了 还打伤了我们的人 谁这么大胆 爷 我去把他的脑袋挂拧抱 这次 这次是武道协会的人 武道协会的人通过游说上层 直接把秘境接管了过去 武道协会 也该收拾收拾他们的 都说了 这是你们学校划给我们的 毕竟现在是我们的了 我和你们拼了 无自量力 武道协会也该宁钢 活得不耐烦了 谢宗师用全力了 这小子的实力 离宗师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也敢和宗师对战 要倒霉咯 一个小崽子 也敢和谢宗师作对 丑蜜 看着 用忠 什么 这 我 我的手 是谁 是哪个不眨眼了 竟敢偷袭我 你没事 老师 我没事 幸好你来了 武道协会的人 要抢夺这里的秘境 秦源老师 你刚离开没多久 他们就 谁 谁干的 敢偷袭武道协会 是不是不想活了 什么也是 除了我还有谁 还是说你脑子也不好使 敢偷袭我 我灭了你 敢偷袭我 我灭了你 你 你 你怎么这么 你 你竟然谋害谢宗师 这地方已经是我们的了 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啊 拿下它 再回去处置 不辞量力 可恶 走 去找大宗师 让大宗师来主持公道 最近 有些反常 我竟然有些想杀戮的冲动 宣明 这次恐怕不能善良 这些人有很深的背景 武道协会这不是摘桃子吗 我们辛辛苦苦守了这么多天 他们说拿走就拿走 谁叫他们是武道协会 明灭上的两大官方组织之一 那就让他们埋伏 武道协会的人来了 没想到我来得这么快 谁干的 敢杀我武道协会的人 谁给你们的胆子 这是有 东南虎王之称的 白眉大宗师 白眉大宗师 竟然是白眉大宗师 我看过他的视频 听说是灵气复苏后 突破大宗师的一位强者 他竟然来这里了 看来这次事情闹大了 我再问你们话 谁干的 白眉大宗师 此时是误会 此处秘境 本来就是 小丫头 你没资格和我说话 要是你爷爷还差不多 我再问一遍 谁干的 我干的 你有意见 我意见大了 意见已经是我们的了 而你 连武道协会的人 你也敢打 你知不知道 你犯的这是什么罪 你再敢啰嗦一句 我抽你信不信 宣传老师霸气 就要这样怼回去 不知之徒 我爹大宗师教训你 大坦 当着本大宗师的面 你还敢动手 看了你当真和他们说的那般 既然如此 定不能放过你了 这是 怎么了 秘境有动静了 这难道 是秘境开启了 秘境开启 本宗师果然有福源 赶上了灵气复苏 突破大宗师之境 刚来这里 又碰上了秘境开启 小丫头 我出了秘境 再和你算账 等等 让他们去 我之所以拦着所有人 不让进来 不是没有福源的 既然他们自找 那就随他们去吧 算你学下 小子 你现在认错也晚了 出来收拾你 可惜 你们出不来了 不言乱语 我也是大宗师敬 这世间 没有哪个地方能困住我 小党 待我进入 你已经得到机缘 再来解决掉你们 有人随我进去 薛恩明 为什么让他们进去 这可是一份大机缘 机缘可不是 这么容易就能得到的 你接着看看就知道 里面出什么事了 怎么发出这么凄惨的叫声 秘境里 是不是有这么恐怖的东西啊 这 这是刚进去的那三人 怎么变成这样了 进去的三人 瞬间变成了三区白骨 秘境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瞬间能把大宗师变成白骨 他们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薛恩明 这到底怎么回事 机缘 有缘者有命者得知 不可强求 那我们还进去吗 灭镜里好像很危险啊 暗处的人都听好了 你们如果有胆量的话 现在给你们进入的机会 我不拦着 能不能得到机缘 看你们的器语 什么 难道还有人在暗中窥探 不是你们家伙果然尽心不死啊 我们竟然没有发现 现在如果不进去 待会儿你们就没机会了 既然如此 我们进去都跟进我 到了里面 一切都听我命令行事 既然如此 我们进去都跟进我 到了里面 一切都听我命令行事 薛恩明 你要带这些薛恩进去 我担心 有我在 我放 怎么办 我们进不进啊 刚才那几个人进去 就变成了一堆白骨 这也太恐怖了 我有些慌啊 我也慌得不行 大宗师进入 可是也变成骷髅了 那我们的实力 不会渣都没有了吧 蓝小鬼 我先进去了 火星薛恩明老师 我也进去了 你们俩可不要拖后腿哦 我们呢 进不进去啊 这么一境里 好像有什么恐怖的存在啊 还愣着干啥 进去啊 我可不想被他们 嘲笑是胆小鬼 希望你们一切顺利吧 果然是无奇踪 突然出现在这里 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这是哪里 看着这些古老的建筑 感觉怪圣人的 好浓郁的灵力啊 这些灵力比外面的世界 强了百倍不止 这难道是一座 古老的宗门 小心健备 这是什么东西啊 找得这么难看 又来食物了 你们都是养分 我要吞了你们 躲开 太可怕了 刚进来就遇到了 这么厉害的怪物 如果能活着出去 我一定要减肥 谁也躲不掉 我可以饱餐一顿了 完了 这次真躲不开了 陈远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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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入我的手心 就别想逃 看你细皮那肉的 就先解决你吧 看你散发的细细 你应该不是妖 你是魔 你怎么没事 你还是第一个 在我手上 撑过一击的人类 你是哪种 我竟然没有见过 难道是末法师的新的变异品种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配知道我们的存在 给我变成肉酱啊 别费力气 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撕碎了 不知的人类 你哪来的勇气 说出这种话 蠢了你 什么 陈远老师 被吃了 一个还不够 只是我的开胃小菜而已 接下来 轮到你们 怎么回事 他明明被我吃了 怎么还 不 不要 可恶的人类 主人殿会灭了你们 不知死活 比你凶残的魔物 我见多了 血缘老师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长得怪瘆人的 魔 魔 那是什么 它的实力 比一般宗师都要恐怖啊 这是极其古老的一种邪物 有很多种类 比如研魔 血魔等 魔的本性 天生是杀 吞噬世界各种生灵 没人知道 它们具体是怎么诞生的 它们每一次大规模出现 都伴随着生灵涂炭 之前发现的那种 无形无体的妖物 也是一种魔 看来 是有什么不知名的力量 在驱使它们 回去要好好调查一番 竟然是这样 那这里为什么会出现魔 这里不是一个 隐士的宗门吗 不知道 这里出现的魔很诡异 我之前没有见过这种威胁的魔 别让人继续有一会儿了 没有传出威胁 看来里面是安全的 我等速速进入 我去机缘 现身 该我不进入了 如此大机缘 今日 我肯定要拿到手 可恶 你这些人 刚才薛月明让你们出来 你做缩头乌龟 现在你们的威胁被薛月明解除 你们一个个的蹦出来了 小丫头 闭嘴 就凭你一个人也想打住我们 再敢多嘴 把你们寻愿除了 让你和你的那些同学 一起去底下见面 那傻小子进入 替我们扫出威胁 是他的荣幸 别耽误时间了 此处密尽灵力如此充沛 肯定有了不得的来历 抓紧进去 别让那小子 抢先把宝贝拿走了 抓紧进去 别让那小子 抢先把宝贝拿走了 把宝贝也进去了 我都有点抱不及待了 走 进去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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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阳老师 这里如此大 而且都是危险 我们该怎么走啊 不过 只是一些不入流的魔物 我们先走出燕子 这里果然是一处宝地 摆对地方了 灵气比外面浓郁太多了 一定还有重宝 等我拿到机缘出去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 看不起我的王族 我再一一将你们铲除 可恶 这帮家伙也进来了 小子 我问你 你进来得最早 可有什么发现 有没有得到什么宝贝 我们出去 站住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耳朵聋了吗 摩冷大人在和你说话 你竟敢不回 摩冷大人 这家伙找你了 我请您去收拾他 让他知道摩冷大人 您是他得罪不起的人 不急 这里想灭掉一个人 太简单了 先出去看看 等拿到宝贝 就一起灭掉 这是 这是 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稻草人 而且还是整齐排列散开 像是知道我们过来 准备好的一样 有点诡异啊 我会动的稻草人 摆在这儿有什么用啊 从门广场上 怎么这么多稻草人 密密麻麻的 得要上千吧 太诡异了 试出饭肠必有药 我感觉有点慌啊 只是些稻草人 难不成还会动啊 我去先看看 停下 不要去 在密境里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 老师 有危险 这里的稻草人有些不寻常 不是你们能够对付的 微言所听 胆小如数 只是些一碰就倒的稻草人 也能把你吓成这样 去 去给我把这些稻草人都烧了 是 摩蓝大人 稻草人而已 故弄玄虚 我这就去把这些稻草人都烧了 双神弄 吓唬谁呢 就给它化为灰尽吧 啥事也没有 摩蓝大人 这稻草人就是个样子货 我挥挥手就把这烧了 什么 不对劲儿 怎么了 摩蓝大人 我们马上可以过去了 快回来 这些稻草人不对劲儿 摩蓝大人 你到底咋了 这些稻草人都被我烧掉了 都是吓唬人的东西 看你脚上 我脚上 什么 我的腿 我的腿 我的腿什么时候着火了 而且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 谁来救救我 怎么回事啊 我的身体为什么燃烧了 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疼 谁来救救我啊 火了大人 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这 这 这也太诡异了 稻草人被烧 动手的人也会被烧死 这不是妥妥的去送死吗 完全过不去啊 完全过不去啊 头上长脚的 你不是说我们胆小吗 你再去啊 你们不是很厉害吗 祝你们一路顺风 轰轰火火 哈哈 你 我知死活 等我拿到宝物 看你还嘴不嘴硬 都别吵了 现在想办法怎么过去 我们要尽快通过这里 拿到宝物 不然进来的人 会越来越多 不好办啊 刚才那人杀了稻草人 自己也被烧成灰烬 也就说 只要损坏稻草人 自身也会遭受伤害 啊 这也太邪门了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不伤害稻草人 稻草人就不会伤害我们 我们就能安全过去了 理论上如此 但也有意外 谁敢再去试试啊 我去试试 你们不敢 我来 不就是稻草人吗 刚才那人 一定是他不小心 把自己给点着了 哪有那么邪门 哈哈哈哈 果然如此啊 我没有碰稻草人 就不会受到攻击 没有任何危险 我就说没那么邪门吧 都快过来吧 小心你身后 小心你身后 怎么了 又大惊小怪什么 什么 这鬼东西怎么攻击过来的 我都没有去碰他们啊 你过来的 我都没有去碰他们啊 我放开 劈碎你们这些鬼东西 我没有去烧掉你们 你们竟然自己主动跑来送死 我就别怪我欺负稻草人了 我还治不了你一个稻草人 来一个我宰一个 把你们都宰个金光 我的手 什么 又是这样 这太可怕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我不要宝物了 我要回去 你这个怪物 快放开我 不然我劈碎你 魔龙大人 救我 我不想死 我还有用 这也太可怕了 根本不能反抗啊 稻草人竟然会攻击 还会反噬对方的攻击 这还怎么打呀 走开你们这些怪物 我不打了行吗 你们主动攻击我的 我 我是被动的 谁来救救我 我才刚进入秘境 我还没见到宝物 我不想死啊 滚开 不要找我 你们 你们这群怪物 你们 你们 就同归于金光 我死 不能主动攻击 被打还不能缓解 这就是一条死路啊 这种诡异的地方 根本过不去 此路不通 去找其他路 密境这么大 肯定还有其他路 可以往前 不能在这里 耗费掉精力了 大哥 你看他们 朝稻草人走过去了 这小子在干什么 不知道这里的 诡异法则 还却找死吗 这稻草人如此诡异 他还敢去 难不成这小子 知道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迫起之法 哼 他知道个屁啊 纯粹找死 不自量力 我们走 去找其他路 魔朗大人 他安全走过去了 稻草人好像没有攻击他 怎么回事 为什么稻草人不攻击他 难道稻草人停止攻击了 过去 刚进来还提心吊胆 现在看来 纯粹是我多想了 只要跟进宣源老师 啥危险都没有 跟着老师 保证让你怎么进来的 就怎么完完整整的出去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之前还很慌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通过了 姓老师 保平安 这些稻草人都是邪物组织 我爹地写足以阵 你们都跟进我 不要去触碰稻草人 可恶 我不信 那下子没事 我也没事 说不定刚好是那个时候 稻草人停止了攻击 他们才能顺利往前走 什么 怎么回事 这些稻草人是点瞎吗 他们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攻击他们 只攻击我 怎么会这样 快救我 可恶 我们的人又被杀了 那下子有古怪 我们进来之前 他肯定得到了什么宝贝 不然稻草人不可能不攻击他 走吧 找其他路 那小子已经过去了 我们要抓紧时间 不然宝贝都被那小子抢心拿到了 对对对 我们赶紧去其他地方找宝贝吧 这里太闲门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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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草人怎么突然开始攻击了 刚才都还是好好的 哼 看来背后有大魔师傅 不是我压制的 我倒想见识见识 这大魔到底是什么样 找死 你这邪武还敢往我这里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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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刺 这么大 这是什么怪物啊 看着像是一个家大版的稻草人呢 该人的楼椅 敢敢擅长此地 还残害我渡龙门 我们都得死 全部都留在这里陪葬吧 哼 不哼 你们后退 只是一群不入流的怪物 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玩意儿 还敢嘴 我宰了你 有点意思 区区一个凡人竟然能接住我一击 真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这是这邪物该说出的话 他们一般不都是放大话来吓唬人的吗 你竟然能变得 傻说废话 凡人 你在我的地盘上还敢如此嚣张 你们这群龙鱼去死 废话还挺多 咱敢剩我 你们这群小崽子真是罪大恶心 不可饶住不可饶住 我要灭了你们 主人不会放过你们 这稻草人小词真得挺漂亮 可惜实力不咋样 还以为这次的妖物能有些不一样 实力不咋样 那是碰到了轩云老师 碰到别人绝对咔咔乱杀 走吧 都是些瞎兵蟹将 轩云老师真是霸气车漏 真是霸气车漏 深不见你 这要怎么过去 难道要直接飞过去 还是往下跳下去 这里有座石碑 会不会和石碑有关 映照玄天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块测试石 测试石 做什么用呢 测试资质足够 几千年前的无忌宗收徒极其严格 只有资质合格才能通过 我先来测试一下 我很好奇我是啥资质 嘿嘿 应该不会太差了 毕竟我长得这么魁梧 哈哈哈哈 我们终于抓过来了 不容易啊 绕了这么远的路 终于是游镜无险过来了 可惜啊 还是死了几人 赶紧过去吧 拿宝布药紧 这小子竟然已经到了 没想到这么快 这次宝贝可不能让他抢先得到了 快过去 刚才听这小子们说 要测试资质 资质合格才能通过 我们在外面都是高手 资质肯定也是上好的 这关应该比较容易 谁先试试啊 听着挺有意思的 我来吧 看看我的资质如何 白鱼 成功跟徒质 就是 我的重要 这世微是嫩死我 可恶 敢嘲笑我 我骑了你 你 infrastructure 你几个人死了 世贞射出的是什么东西 极人能瞬间灭掉一位高手 我们都很难做到瞬间灭杀 不清楚 很强大 看来石碑不可冒犯 我们要小心一些 我试试 看他还耍什么花招 要还跟我装神弄鬼 我打烂他 什么 生死垃圾 这石碑是不是故意搞我们 在这里跟我们玩玩子游戏呢 看我不打烂你 你退下 来 我的资质 定能通过 可恶 这火石碑竟然把本大人 归于垃圾行列 看我不打碎你 笑死我了 还自夸高手呢 还肯定能通过 测来测去 都是一群垃圾 小子 你再敢笑 我死烂你的嘴 让你永远也笑不出来 快看 石碑又出现自己了 仙上血液 怎么办 要不要信这石碑 发生这么多诡异的事 我现在有点慌啊 慌什么慌 我觉得可信 这毕竟是上古秘地 诡异些也正常 我们只要通过了测试 就能得到大机缘 老师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要不要去试试 不要信 是没网两只头罢了 都是些鬼话 诱惑那些贪心者 如果顺利通过 我可以允许你多拿一些宝贝 磨卵大人 我肚子疼 我要上厕所 都不议我 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 看不到明早的太阳 疼了 我疼了 我的伤口不疼了 我的手脚出来了 石碑太神奇了 从来没见识过这样的神迹啊 这里果然处处都是机缘 多谢先飞赐福 等我出去 必定好好供奉于你 竟然如此神奇 能让断手重生 那么再往前 岂不是还有更大的机缘 说不定是能让人 死而复生的大机缘 这么说 这座石碑应该只是一个钱菜呢 我也要去撒热血 诸位 我先过去了 在对面等你们 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跟我了 我来测试 老师 这石碑确实很神奇啊 我们真的不过去测试一下 老师 这石碑确实很神奇啊 我们真的不过去测试一下 不用了 更不用去献上鲜血 小子 不测试 不泄血 你就留在原地吧 我可要过去拿宝贝了 机会可是给你了 到时候可别眼猴 我魔冷是玄解资质 我果然是个天才 小子 就在这里待着吧 等我拿到宝贝出来 再来和你们算账 你可不要先挂在这里了 老师 他们都过去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没有都过去 那边还有一个人 进来后就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一直用沙镜蒙着脸 也不说话 很奇怪的一个人 哎 姐妹 他们都过去了 你为什么不过去 里面可是有很多宝贝啊 因为你们也没去 我觉得你们和他们不同 老师 真挺有意思啊 知道跟着我们是最安全的 他一个女孩子 我们要不要一起带着他 不妨 我们也过去吧 老师 他们都是现血通过的 我们该怎么过去啊 让我们过去 你确定 那我来测试 你可别后悔 走 走开 你不用测试了 通过 通过 饶你啊 这 什么情况啊 石碑怎么碎开了 薛阳老师直接把测试石碑打碎了 太厉害了吧 薛阳老师这也太暴气了 人党杀人 福党杀福 一路跟过来 此人每次都能轻易地化解危机 确实有不凡之处 跟着他 若不定能有不错的收获 走吧 我们过去 那女孩也跟过来了 看来是跟定我们了 过了这道石门 就是传说中的内门了 好像马上看看 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呀 传说古代宗门内门弟子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而且一些古籍宝物 也都是放在那里 不知道这个门派 还有没有活着的人 真想见识一番 古代的兄者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去 真有用人啊 我感觉有点不真实啊 几位也是来我 无极宗参加试炼的吧 刚才已经有几位道友 先行进去了 正是 带我们进去吧 几位请随我来 这几个家伙 竟然也过来了 难道是绕路过来的 恐怕最后 还是偷偷地测试 谢谢啊 年轻人啊 就是嘴硬 诸位 这位老仙者是谁 长得先锋道 不会是仙者吧 竟然欲空而来 这实力肯定是为了不起的大能啊 传说中的神仙中人 肯定有大机缘 无奈 无极宗长老 此乃我无极宗 六千年来第一次收徒 而当能来这里 说明你们的姿势都是上好的 已经通过了我无极宗的测试 这么说 我们正式成为无极宗的弟子了 一个古老门派的弟子啊 这可是一份大机缘 不知道通过测试 能获得什么奖励 诸位弟子听令 拜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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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们呢 我等跪前跪地 跪老师 跪老舌子的祖师 我怎么看着像个老神棍一样 你们五人 为何不跪 为何要跪 不跪 无法得到祖师赐福 你们来到这 不就是为了得到这份机缘吗 我用不到他的赐福 猖狂 无知之徒 还敢对祖师不尽 这祖机缘给他干啥 把他轰走 亮了 石匠亮了 祖师真的简离了 祖师要给我们赐福了吧 我感觉自己变强了很多 这感觉真的太爽了 我的力量 简直增长了一倍不止 现在祖师已经赐福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马上跪拜 否则 祖师将降下惩罚 现在祖师已经赐福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马上跪拜 否则 祖师将降下惩罚 忽了之气 这不是我们要的机缘 走吧 放肆 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小子 你可要想清楚了 和无其中交恶的后果 长老乌诺 这小子 一早我就看他们不顺眼 太不失抬举了 我替您来收拾这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 让祖师看到我的作用 获得更大的机缘 去 别让那小子跑了 把他的腿打折 看他还嚣不嚣张 又死你 竟然在这里面 阻止不尽 盖掉这小子 包人的小丑 什么 这种力量 我怎么感到有一点心气 这不应该是 现在的人该有的力量啊 行丑废话 看来需要我亲自出手了 我的实力已经暴涨 就让我 来打爆你这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总是石像烈了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小子搞的鬼 我们走吧 没必要再待在这里了 石像碎裂 难道和他刚才那一脚有关 这得有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将石像割空打碎 继续跟着他 也许 他是我的希望 老师 那蒙面女孩又跟了上来 随他去 总是石像碎了 这可如何是好 还没得到祖师的赐福呢 可恶 竟然没有完成仪式 那该死的小子 诸位弟子不比惊慌 诸位可以前往宗门大殿 那里有更大的机缘 等着你们 还有更大的机缘 快走 岂不可是啊 这次进入秘境 收获太大了 我并无敌于天下 到了 就是这里了 老师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如果说这里有机缘 那么唯一的机缘就在这里 就这几株草吗 轩阳老师 这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名堂 就是这几株林草 你们日后被知 那这里的一切 目之所及 皆是虚无 这小子竟然也找到了这里 脖子靓丽 对宗门不敬 还想获得机缘 做梦 这里已经和我们无关了 走吧 这家伙竟然走了 那他们来干什么呀 抓不住吗 就为了采生那几栋灵草 灵草的价值是有 但远远比不上我们获得的机缘 那小子 就是游影不知泰山 赶紧走 机缘是我们的了 他竟然走了 我该怎么办 我要跟着他们一起走吗 小游且慢 岂不知 迷途归正 皆为原法之功 几位小游 这莫大的机缘已在眼前 何故匆匆离去 不想得知一二吗 我之前的石像长得一样 这是祖师 拜见祖师 很好 你们是我无极宗合格的弟子 未来 必会为我无极宗的复兴 做出贡献 本祖师将要送给你们此地最大的机缘 你们四人不如留下来怎么样 不怎么样 祖师 这等眼镯之人走着走吧 有我们在 就是 他不要机缘是他的损失 祖师 快给我们赐福吧 近来之人皆是有缘之人 本祖师不会放弃一人 既然如此 我们帮祖师留下他们几个 如此甚好 小子 从一开始进入密教 你就处处入你回门 我忍你很久了 这次啊 在祖师这里 我看你还耍什么花招 给我过来跪着 不可救药的宠户 小子无礼 祖师在这里 你还敢这么嚣张 我非打废你不可 持我一招 还敢反抗 主位 祖师有令 寻下此子 祖师将重新给我们赐福 一起上 上 抓住他 太小伤了 祖师的命令都敢不听 小子 如此行事下 我劝你投降 我们这么多人 下手可拿不止轻咒 免得白受这皮肉之苦 贪念已经让你们丧失了心志 死之将之 而不自知 好自为之吧 贪念已经让你们丧失了心志 死之将之 而不自知 好自为之吧 成狂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资本 这里可是仙家福地 岂容你在这里胡言乱语 小子 好大的口气啊 你看看周围 我看你才是死之将至 小姑娘 你为何不动 我 姑娘 祖师的命令大于一切 这儿无缘 快过来 一起围殴这小子 等祖师赐下福源 我可以求祖师 我能赐你一些 小姑娘 这可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即不可失 请做出你的选择 我选择和他们一起 什么 这女孩怎么想的 大话的机缘不要 选择和他们在一起 家里有望啊 眼光不错 有我在 我照着你 小曾老师 你不会直规 不会上当 小姑娘 福源就在眼前 而你的选择 会让你错失一次 改变命运的机会 你确定 我确定 总觉得那个男人不简单 只能赌一把了 既然如此 这几人都拿下吧 下手轻点 我要活的 上 拿下他 都解决了吧 什么 看来我小看你们了 没想到你们几个 还有些实力 怪不得这么狂妄 连我给他机缘都不要 这小子太嚣张了 秦祖师亲自出手 逼了他们 既然如此 本祖师再给你们 赐福一次 你们要好好 把握住这次机会 我又过境了 实力太爽了 实力增加太快了 不愧是祖师机缘的机缘 这个力量太强大了 而且和以往的力量不同 这是凶仙的力量 我来灭了他们 小子 我现在的实力 完全可以碾压你 为你的狂妄 付出代价吧 怎么回事 直接把他们变成怪物吧 不然你没有胜算 虽然变了 也没有胜算 但我不想在这里 和你们这群废物浪费时间了 什么 你竟然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谁能灭了他 我收他的关门弟子 关门弟子 恐怕会获得难以想象的机缘 灭了他 你上 就开始运气好了 这怎么可能 简单的一台角 就让我们打倒 我们有两次机缘的加持 都烧不了他 情组是亲自出手收拾他 不要让这小子活着出去 看来我的选择没错 他确实与众不同 小子 你真以为你能反抗我 这里可是我无极踪的地盘 我要你死 你就得死 你 去灭了他 我 我 我不行啊 我说行就行 去 这个 我试试 小子 伤了我们这么多人 我来收拾你 老师 我真不行 这小子不是普通人啊 太强悍了 我打不过他呀 必须行 我来给你刺服 这一次可以让你的实力急速增加 我现在要再狂暴 再增长 有你的感觉 我感觉 我已经超过了人的境界 我的手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变成了这副武呀 它变成妖物了 此不后怎么会变成怪物呀 好可怕 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们不会也要变成这样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牵手祖师的赐福就变成这样了 难道是祖师 去灭了它 你现在的实力可以碾压它 祖师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说了 这是我给你的赐福 现在你的力量可以横扫一切 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我想变回来 我不想现在这个样子 灭了它 小子 都是你逼的 我要灭了你 果然身上有魔的气息 这个无忌宗 看来已经不是原来的无忌宗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太爽了 变成狼人又如何 这股力量足可以让我横击无忌 小子 你可以去死了 你想多了 就凭你这个惯了 不要 求求你饶了我 想多了 就凭你这个惯了 不要 求求你饶了我 很好 你越强 本祖是越高兴 等你死后 我把你变成他们那样 任你再强 你也将永远臣服于我无忌宗 下一个 你去 我 我不想去 我实力太弱了打不过它 你必须去 你没得选择 否则 你就去地下陪它们吧 不是饶命 我不想死了 我也不想变成怪物 放我回去吧 它不是怪物 它是万能无师的赐福 它可以让你得到强大的力量 接受它吧 我好难受 我不想变成这样的怪物 力量 力量 这恐怖穷力量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就算变成这样的神区也无妨 哈哈哈哈 好可怕的力量 比上次变身之后还要强大几倍 这次那小子真的要死了 他不可能打得住这样恐怖的力量 去吧 释放你的天性 杀戮 小子 让你找到这么久 现在就让我把你派成肉匠吧 丢主神经 不堪计 这怎么可能 我都拥有了如此力量 为何还非 什么 连如此力量的巨熊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实力 来你了 去灭了他 祖师饶命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不能变成妖兽 求求祖师让我回去吧 放心 不变成妖兽 疼死于你一种全新的力量 我真的没有变成妖兽 而且我的力量增长了很多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怎么了 他的体内怎么会找出手 这又是什么怪物啊 太可怕了 他的体内 好像有另一个人 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我体内 感谢祖师复活我 不 不要 救我 这群身体虽然不打地 但回来的感情真好 这 这人被夺射了 是身体 直接被占据改造了 这么说 我们获得的所谓机缘 都是灾祸 不 怎么会这样 这一切都是假的吗 我们一直 都是他们用来复活的棋子 不可能 这明明是机缘 怎么成了被人算计的阴宝 原来结果是这样 怪不得老师不让我们 触碰那些所谓的机缘 还是轩元老师看得透彻 但是老师 万无一失 去 灭了他 现在 我要让你知道 古代修仙者的厉害 那是末法时代的修者 无法比拟的 扑人不轨的东西 要打就打 不要在这废话 浪费时间 人杀 我咋怕你 看你还嘴不嘴硬 什么 又是一巴掌 太欺负人了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小子对付任何人 都只是一招 这说明 这小子还没有使出权力 我们看走眼了 早知道就是跟着他混了 我们也不至于落的这步田地 我看是乌吉宗的青春弟子 你怎么会是我的对手 我不信 再来 我死品玄火 无物不燃 无物不破 连队可以练弃的四品玄火 竟然不知闪躲 我只说一句 死不足惜 宗主 我估计从大势而出 必将主宰这个世界 而您老 将会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你想多了 就你们这些垃圾 也配说这种大话 什么 你居然没事 有点意思啊小子 倒是我小看你了 没想到 你能扛住我的四品玄火 五品玄火 来 这是你逼我的 我要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修仙者 五品玄火 可以烧自解单起修士 它不可能挡下来 该结束了 不够热 就这点难买 还自称修仙者 在五品玄火中来取自除 这怎么可能 它不就只是一个 末法时代的修仙吗 五品玄火中来取自除 这怎么可能 它不就只是一个 末法时代的修仙吗 不可能 末法时代的修士 怎么可能扛得住我的攻击 继续再来 我要把你轰成坟墓 末法时代的修仙 看来你就只有这点 我的车祸 你该死啊 他竟然如此伤我 末法时代的修仙 这小子的实力很强 死了就该回到该去的地方 你敢 给我住手 否则 我伏计总定要举派灭杀你 哪里来的 就多苦 回哪去 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 所有人都给我上 灭了他 快跑 快跑 我们的衣服的鸟荡 你的身体本来就是为了承载 无极宗弟子的回归 跑得了吗 快快留下来 为无极宗的行圣 前转将瓦吧 去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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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极宗弟子都回归了 有了你们 我无极宗必将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我能拜见宗主 万事千秋 世界主宰 好好啊 无极宗弟子听令 灭了这些人 脱了他们的肉体 我们无极宗要回来了 狠弟 小子 敢招惹祖师 去死 再往无极宗撒野 无枝之徒 老师怎么办 怪物有些多 多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 不妨 一招灭指 强力就有你没法 虹 这是什么 这叫突然出现了一极无心的压力 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会这样 他能会如此纯阳的雷法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 灭了我这么多的弟子 我 功亏一亏呀 估计总好不容易存活下来这么多的弟子 我花费了无数鲜血 几乎几乎就要成功了 不再 竟然全部被你灭了 你该死啊 可饶术 我要用你们的血 祭奠我的弟子们 看不出来 人殷器 害怕了吧 现在已经晚了 我要占有你这副肉身 快快成为我再次转生的容器吧 害怕 哼 你想多了 我只是觉得你们折服了几千年 忍气吞生的 才修炼到了原因期 实在太让我们失望了 大言不惭 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这个祖师变身之后的气息很惊人啊 你们猜猜这次宣源老师用几招 这个祖师很厉害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打扮 就算是宣源老师 我猜 至少十招以上吧 你们是看不起宣源老师吗 我觉得五招就够了 金音 你呢 你觉得宣源老师需要用几招打败那个大家伙 一招 你们要对宣源哥哥有绝对的自信才行 这种程度的怪物 宣源哥哥一击置身 一招有些夸张了吧 你们都哪来的自信啊 开什么玩笑 就算那个家伙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招直升 这个祖师 要比我家老祖的气势 还要强势几分 你们还在讨论几招能致胜 等着瞧吧 心底可是要吃大苦头的 放弃无用的抵抗吧 快快成为你家祖师的心容器吧 不用的抵抗吧 快快成为你家祖师的心容器吧 本事不大 废话还真多 我都听你也红 什么 你见过谁用这种力量 你败了 我竟然败了 魔法时代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既然败了 什么 就不留你了 等等 你先不要出来 我还能击去 说什么废话 你不是他的对手 乖乖成为我的养分 看我如何收拾这小子吧 不 不要 我该得抢救一下 这处处是什么东西啊 太残忍了 竟然把祖师的身体全部吸收了 什么玩意儿 你们竟敢破坏我的计划 简直是毛坑里打蛋了 找死 词儿还挺话里胡上的 那你是什么玩意儿 放肆 我不是个玩意儿 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这家伙不太聪明的样子 是 我觉得这种智力 还是不要出来和轩原哥哥打架比较好 你敢耍我 我可是刚刚在上的仙 我会让你为不敬的态度付出代价 先 救你 虽说现在是末法时代 你还是不要招摇撞骗的好 不信 你们看好了 揍手开花了 这是什么果子 好香啊 感觉灵力好浓郁 世界竟然有这等奇果 这味道 实在太吸引人了 好想咬一口啊 感觉咬一口 就能成仙 没错了 这是 这真是我想要的 土豪子们 这是仙剑的灵谷 被仙人从仙剑带来的 拿出来让你们掌掌见识 仙果 既然如此 那我收了 收了 大言不惭 我就没说给你 是不是害怕的开始说胡话了 哼 可这就由不得你了 臭小子 你找死 乖乖扯扯我的肥料吧 我说 刚才那个大家伙是不是没喂饱你 你行不行 力气不够大了 再多了几下 不行不行 力气还是不够 算了 还是我示范一下吧 起码要像这样才笑话 带三万维的小子 你竟然敢杀我 你没力气了 那就该我了 是啊 我说过你 仙果要定了 拿来吧你 果然是真正的误 这个等级的仙果 平时还真是不夺剑 不错不错 你不够伤我 还抢我仙果 这次你太上大事了 我要告你 哦 告我 怎么告我 去法院告你 故意伤害 嘿嘿 怕了吧 你这么说 我就无话可说了 宣言老师是不是下手太重 把这妖物的脑子打坏了 这妖物说的是认真的吗 去法院告宣言老师啊 既然你决心去告我 我只能继续打爆你 可恶 你竟然还敢故意伤害 知错犯错对家一等 我警告你 到时候有你好受的 你又拿了一杯 我记住你了 灵气快速刚开始 我还没有完全恢复 等我恢复了 就是你的死期 别急着走 你不是要告我吗 你等着 这事没完 下次我出现在你面前 就是你的死期 算他跑得快 拿到了三枚灵果 是我可以 小心 是天花板丢落下来了 秘境要崩碎了 这里马上就要完全塌陷了 此地不宜久留 出去吧 轩云先生 请等一等 可否听我说几句话 有事 时间紧迫 是我梦寐之言 我想要你手中的一枚灵果 我有急用 这个要求确实很貌围 灵果不送人 轩云先生 请不要误会 我不摆药 我可以买 多少钱都可以 钱在我这里可能不管用 这里就要塌了 出去吧 轩云先生 请再等一下 此间别过的话 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请听我说完最后一句话 这 有点漂亮 何止是有点漂亮 这简直是有些倾国倾城了 绝对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之一 奇怪 虽说她肯定不是个普通的女孩子 我怎么看她有些面熟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她不就是最近最火明星柳青岩吗 大明星怎么会见到这种羞逝才会来的地方 我想起来了 她不就是最近最火明星柳青岩吗 大明星怎么会见到这种羞逝才会来的地方 是她 柳青岩 我们学校很多她的粉丝 没想到 在这里会看到大明星 机会难得 要不要去要个签名啊 想啥呢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寻常人能来的吗 不错 柳青岩能来这里 就证明她不是普通人 而且 一个大明星深入险境 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你叫轩云明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卖我一枚灵果 我必有重气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需要钱 灵果也不卖 你 我就如此求你了 这家伙竟然还是那副样子 从没见过这么难缠的家伙 宣源先生 事出紧急 可能是我没讲清楚 其实 我需要担药救人 算我求你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救人可以给你 真是个怪人 买套不卖 但是说救人免费给 不过轩云明实力很强 这一次算是跟对人了 要是跟着其他人 恐怕已经葬身这里 不管怎么说 此行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若熙 这九万九千九百八十四层 吸收了这么多的灵果 竟然才提升了两层 灵气复苏开始 我的修为增长速度就开始变慢 难道我的修行速度和灵气能一成反比 灵气越充裕 我的修行速度反而越慢 轩云哥哥 你终于出关了 透数说最近万民发生了事情 最近发生了很多大事 东海龙宫放出话来 要人族交出轩云哥哥你 为三太子报仇 不过 现在大家还不知道 是你杀了龙王三太子 妖族万妖殿出事 正在攻击人族 他们放出了大量灵兽 维护人间 很多地方的人 全都集体逃久了 他们的口号是 覆灭人类 妖族重新统治世界 万妖殿 笑话 他们也只敢在这个时候 兴风作浪 另外 明日在我们学校 举办南无省灵气复苏研讨会 以应对接下来的诸多变故 鼠身剑派 可能会趁此机会暗中针对你 轩云哥哥最好不要去 明日的研讨会 我已经替轩云鸣了 明日他不用露面 其实没必要 拒绝他们 你有些起人忧天了 为什么没必要 鼠身剑派可是实力很强 高手如云 因为后面 我应该会去一趟鼠身剑派 去鼠身剑派 干什么 鼠身剑派仗着人多势众 恶心累累 已犯下多条弥天大罪 眼下我的钥匙忙完了 是时候灭了他们 这 你是认真的吗 老师 不 不好了 大使不好了 什么事 晃晃张张的 老师 快去看看吧 萧老和萧夏姐都被人打伤了 怎么回事 谁打的 今日的研讨会 来了不少势力的高手 有人针对萧老 萧老和他们一言不合 他们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萧老来不及提防 被他们打伤了 萧夏为了萧老 也被打伤 走 编总你说 相信给我说一下情况 喂 干什么 今日各方大佬集聚 五怪人员不得靠近 听不明白话是吗 说你呢 现在人等 赶紧滚开 在我下次出手之前 给我远远滚开 走 我们进去 老杂母 你最好搞清楚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叫你一声萧老那是尊重你 不尊重你 你就是一个老不死的东西 哪来的勇气拒绝我们 现在灵气复苏时代 你还以为是以前 好好听着 老东西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这所大学让出来 给我们鼠山剑派做堂口使用 怎么 这座大学是我几十年的心血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毁了 也就是这块地方 灵气浓度高于其他地方 要不你以为我们会要这破地方 我告诉你 我们鼠山剑派要这里 是你们的荣幸 不要这种荣幸 诸位 你们就看着鼠山剑派 在此横行霸道吗 这话是怎么说 可是鼠山剑派如今是大 谁敢惹呀 小老 你可别后悔 鼠山剑派有一万种方法 让你的学生们尸骨无存 你 卑鄙 你敢动我的学生 我这把老骨头跟你们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